少年每日从百丈悬崖跳下一万次 巨大的冲击力让他全身好一次 可他却依旧强忍剧痛两颜坚持 跳完悬崖他又会找一颗核爆粗的大树 随即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迎面冲撞而去 巨大的反正之力震得他体内气血翻译 但他依旧会每日坚持撞树两万次 寒岚书网一转眼已经过去三年之久 河流中已经被他砸得几乎没有犹豫 密林中核爆粗的大树也已所剩不顾 这一日清晨少年照常攀上悬崖准备跳下 可此时他的脸上早已没有三年前的坚定 反而是咬牙切齿咒骂怎么会有这种武功 半晌过后他终于平复了内心的凡乱 赵就运起法门从悬崖之上一跃而下 山壁之间回荡着少年不甘的怒吼 该死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人 怒吼生在他露水的那一个狭眼而止 他只感觉周身经脉都广复寸寸断裂 剧痛之下少年心中再度产生疑惑 自己三年来周而复始到底是为了什么 杂念一旦生起就会如野草般肆意疯打 故而他在上岸后进行撞树修炼时 并不像他以往那般一往无解 三年来他第一次恐惧地闭上双眼 结果自然是指一下变状的他七昏八索 大树上也只有少许树叶灵星落下 少年痛苦地闭上双眼南南低语 明明是要学武 可我这三年来到底在干些什么 言霸他扑通一声仰面栽倒 心底的疑问仿佛抽走了他最后的气 此时一道人影缓不来至近前 少年的师父双手复后沉身开口 表示其心有杂念自然真气不畅 真气不畅势必不能力达全身 少年爬起身来气哼哼开口 师父这样真的是在练武功吗 师父表示已经跟他说过多次 本文的鉴于神功与其他武功截然相反 练出的内力不会汇聚丹田而是流入经脉 故而为了将散在经脉的内力送入丹田 席练此功者必须不断对身体造成冲击 说到此处师父面容疑索 你小子这些年没感受到丹田的变化吗 少年直言确实感受到了些许变化 但三年来他终日吃尽苦头 丹田汇聚的内力也只有指甲盖大小 师父文言不禁微微一探柔声开口 你才刚刚起步又曾可及功近利 待到你功成之日字会察觉他的妙处 少年听大却是一副不以为意的表情 老者见状不由地平添几分火气 询问徒弟那副表情是什么意思 少年索性破罐子破摔 直言他并不相信老者所言 老者文言历史气节怒声训斥 你连为师的话也不信了吗 却不料少年突然愣愣开口 倘若师父所言不假 你也不会有个避拜王的绰号 老者神情微微一将轻声询问 你从哪里听到的这个绰号 少年表示就在他昨天去买酒的时候 闲聊之际听到一位剑客谈起 那人表示世上最差劲的舞者便是千手言 你与人交手从未赢过不被称为避拜王 老者听完后平静地伸出三根手指 那人说得也不尽然 实际上为师还赢过三次 少年当即气哼哼地出言打断 是是是 您了不起 说完这话他面容一速嗓音低沉 师父 我准备要回家了 老者听罢手脸胡须一时间沉默不语 这三年承蒙师父教导 我的体魄强健了不少 但这样下去终归不是我想要的 老者看着自己的徒弟久久不语 当初两人凭水相逢 他就是看中对方颇具一起才收为弟子 半晌过后老者才沉声询问 这么说 你是不打算再学为师的武功了吗 少年表示这三年来他只学了一套图纳法 剩下的就是每天跳崖撞鼠 骨功没什么长进 给师父做饭厨艺倒是提升不少 您当初说跟您走会让我吃得好锅的好 但我的初衷只是想跟您好好习 无论如何我不想再这样浪费时间了 老者深深看了少年一眼心中五味杂陈 本来尚且需要些许是日 可这小子的心已经不在这了 也罢 一念至此老者沉声开口 既然如此 那我们现在便开始吧 少年正准备开口拒绝 却不料老者骤然出手点中他的气海穴 少年猛然一颤发现自己已经动弹不过 老者一把将自己徒弟按坐在地素人开口 为师今日就把所有的一切都传给你 后者闻言大惊失色询问师父所言何意 原本我就是抱着这个打算 这三年来让你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打好根基 按照为师的想法你还应该再锤炼一年左右 但你心意已决我的计划也不得不提前了 老者将少年双膝盘好 随即自己也盘腿坐在徒弟身后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接下来的过程会十分痛苦 说着他左手探出按住少年的头 后者努力侧过头来艰难开口 师父 你到底要做什么 老者苍眉紧锁沉声喝倒 宁神静气一手丹田 待会千万不能昏过去 言霸他的右掌探出抵在少年后行 体内真气如长水东流圆圆注入对方体力 少年一声闷哼猛然间瞪大双眼 他只感觉好似有一根滚烫的钢钉刺穿几面 不待他适应这股剧痛 老者的左手也开始蓄力传攻 少年只感觉自己仿佛被油锤灌底 奔流不息的内境似乎马上要撑到头颅 老者此时沉声开口 从现在起你就是拳打门的继承人 接下来为师说的话你要牢记在心 我们拳打门的创派始祖名为权光浩 昔日他曾救下一位重伤捶死的少林僧人 僧人为报答祖师的救命之恩 教了他一套拳法和一门内功心法 祖师将其容会贯通创立了本派武功 我在儿立之年机缘巧合之下遇见你始祖 承蒙他老人家不弃 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怎奈为师习武太晚在家上天资有限 艰苦修炼时数年后闯荡江湖 也就勉强能摆脱三流无者的行列 说到此处老者的目光微微一案 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正门武功太过怪异 炼出真气不是聚于丹田而是归于经脉 为师为了把经脉中的内力送入丹田 这些年来与人交手速来都是来打为先 就是为了通过这种方式来震荡经脉洗经伐髓 也因此获得了必败王这个不光彩的绰号 话到此处老者的声音戛然而止 而少年也感觉自己的全身仿佛要炸开一板 就在强烈的痛楚要超过他忍耐极限的时候 老者的双掌突然离开他的身体 一道有气无力的嗓音也随之响起 现在好了 果然话音落下少年只感觉痛楚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浑身上下暖衣洋洋 少年按照门派新法运功内饰 发现丹田出的真气竟然凝聚成了拳头大小 结合起方才的经历他又怎会不知 这多半是师父传功给自己的结果 可内功真气对于武者而言无异于生命 面积此处他不顾体内气息未闻转头望去 果然只见老者已是皱纹堆垒形容枯稿 少年豁然起身满脸错愕 师父您到底做了什么 老者声音微弱表示一把毕生功力传给对方 少年闻言呆若目击声音颤抖 师父您为何如此 傻孩子 为师本就命不久矣 你我师徒一场 就当是为师在服你走最后一程 少年闻言万分愧疚嗓音哽咽 胡说 师父明明可以长命百岁 老者看向少年洒然一笑满脸平静 少年强忍落泪将自家师父抱在怀里 这一上手他只感觉老者此时轻弱鸿毛 心底的愧疚顿时又中了几分 他连忙收敛思绪抱着师父向巫舍走去 却说少年将师父放躺在墓床之上 老者颤颤巍巍地伸手指向一个墓霞 少年心领神会连忙将其从架子上取下 师父气若由斯分腹涂地打开看看 后者一言照做发现霞中装有几样事物 霞中一侧放着的是一钉钉白花花的银 另一侧放着的则是一件软甲和一本秘籍 此时老者断断续续开口主 这件如意甲是我们拳打门的神物 从现在起它就是你的了 我这个没出息的师父还要再求你一件事 师父您对弟子有天高地厚之恩 您只管吩咐便是 何来求自一说 你务必要再锤炼一年体魄 要好好修炼拳打门的武功 说到此处老者突然呕出一道血剑 少年见状下的大惊失色喊了一声师父 老者无力地摆了白手事宜并无大碍 为师早就命数已尽不过是强称罢了 只是你今后若与人动武 使用用手势切记要三思而行 拳打门的武功比你想象中的要强得多 眼见师父吐血不止少年扑倒床前连声劝慰 师父您别说了 我这就给您请郎中去 老者用尽全力微微一笑 能收你小子做徒弟为师很开心 只盼你今后不要重找我的负责 说到此处老者缓缓闭上双眼生若闻云 千万别 话未说完老者的声音戛然而止生机全无 少年跪倒在地仰天大吼泪如泉涌 师父 太阳东升西落一转眼三天已过 这一日扶小少年准备将师父下葬 可当他替师父擦洗衣体时却陡然一惊 只见老者天突穴的位置赫然有一处暗伤 想来师父说他命不久已辨识因此用 伤口颜色发暗显然是陈年旧伤 可为何师父却从未跟他提起仇人事实 猛然间少年脑海中灵光炸险 莫非师父是担心自己也会惨遭毒手 师父不由分说将毕生功力传给徒弟 随后嘱咐了徒弟几件事便撒手人寰 徒弟清洗衣体时才发现师父身有暗伤 结合师父之前的所作所为和临终叮嘱 少年心念顺转已然猜到了七七八八 师父直到厌弃也不曾提过仇人伴子 多半也是怕他前去寻仇反遭不测 莫非只得强压下心头的悲伤和仇恨 小心翼为师父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 少年对着墓床上的遗体身失忆 师父的嘱托弟子已牢记在心 您在九泉之下好生安息吧 此后少年按照师父的准处继续安心修炼 只是这次他没有任何懈怠而是专注 东去春来时光飞逝 转眼间一年之七已到 这天少年来到师父坟前攻进贵岛 师父 弟子已经按您所说又锤炼了一年体育 今日便要下山去了 严霸他向着师父的墓碑磕了三个小头 随即他站起身来走向旁边的一块巨石 少年目光一宁轻声开口 师父 给您看看弟子如今的修为如何 说完之后他马步蹲身将双拳提于妖际 弃补雄魂的尽力煞时间被他运抵拳风 云飞猛然间睁开双眼目光如炬 伴随着他拧腰转体一拳汗然红 拳风好似滑破续空竟是带出阴暴之声 坚硬的巨石 朱网一般的裂纹迅速向四周延伸 云飞转头看向坟墓神情黯然 师父您看到了吗 弟子现在的修为想来应该足以自保 他的心中不禁一阵欺欺然 师父练了一辈子也不过是个二流舞者 他若不是有师父传功 可能一辈子连二流舞者的高度都打不到 每每想到此处他都有些压不住目 挨打才能积累内功 想来全天下也没有如此差劲的武功 半赏过后他示然一笑难难低 可我偏偏练的就是这么差劲的武功 而且还是没日没夜花了整整四年时间 说到此处他胸中顿生一股豪气 但要让我乖乖挨揍也得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 师父 我知道您不想我替您报仇 但这件事恐怕弟子不能答应 只不过现在弟子还没有任何线索 一旦有了机会弟子一定首任仇家 严霸他转身便往山下走去 四年前他不声不响地跟师父上山休息 也不知家中的母亲和弟弟过得如何 田龙坚一位暮春之年的妇女正在劳作 妇女费力地将一把把土豆挖出泥土 一个个摘下后再放进旁边的大盘里 半赏过后云母敲了敲酸杖无比的腰 正当他准备继续干活时突然目光一致 只见不远处有一道熟悉的身影慢慢走来 云母站起身来有些不确认的仔细观瞧 过了片刻他才试探性地喊道是云飞吗 正在赶往家中的少年不禁微微一愣 顺着声音望去才发现喊自己的正是娘亲 此时云母已经快步走到近前 见确实是自己儿子 云母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少年尴尬地挠了挠头 询问母亲过得一向可好 可迎接她的却是云母的一顿报答 四年前一声不响的就走了 现在还敢问我过得好不好 挨了一顿暴走云飞毫发无伤 娘亲 我这不是完好无损地回来了吗 云母气哼哼地双手插腰 你这跟四年前也没什么区别啊 少年自信一笑 表示自己个子高了力气也大了 今后家里的活他都可以帮着干 云母于怒见消询问儿子回来有何打算 少年表示他准备打猎来补贴家用 云母闻言微微错愕 儿子打小骨兽如柴力气单薄 怎么消失了四年还学会了打猎 云飞表示他不止会打猎 这段时间还学会了辨识草药 也可以顺带挖些草药养家糊口 云母听罢不再多言 只是嘱咐他要多行政道 此时少年询问起弟弟云成的现状 云母表示对方在清华客栈坐垫小二 一个月能拿二两银子 准备攒些钱后自己也开个客栈 说完他转身走向田间 你先回家去吧 我干完活就回去 话音未落云飞确实走了过去 表示要帮母亲一起挖土豆 期间他得知这并非自家的田地 而是地主陈鲁沙的 母亲把这块地的土豆全部挖完 可以从中拿走一盆 云飞听罢心中一阵惭愧 娘 这些年苦了你了 以后家里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我不会像以前那样闯祸了 以前是我年少无知 今后我会好好生活的 云母听罢长叹一声表示希望如此 玄机他问起四年前儿子为何会离家出走 云飞黑黑一笑 表示当时有人说会让他吃得好锅的好 自己也没多想就跟着走了 云母听罢有些瞠目结舌 那你这些年就是跟人家去学打猎了吗 其实学了很多东西 打猎只是其中之一 劝解他今后不可轻易相信别人的话 云飞听后一时间陷入了沉默 他深知师父并没有欺骗自己 反而以生命为代价尽了最大的努力 念及此处他抬头向天轻轻闭上双眼 我不知道习武能否让自己吃得好过得好 可改变命运的机会师父已经给了我 剩下的就看我自己的造化 眨眼间已是日落西山天境黄昏 母子二人终于干完农活回到家中 云母将一盘蒸土豆摆在桌上 表示家中五米明日在给儿子弄些饭时 此时云飞取出一个布包地点母亲 后者不明所以但还是接过来打开查看 银黄黄的元宝直接谎花了云母的双眼 这位老实巴交的农夫历史满头大汉 询问儿子这些年莫不是在外打家结舍 这些银子都是正路所得 您先拿着置办些应用之物 以后儿子会赚得更多 明天我去城里看看云城 顺便再买些打猎不知陷阱的东西 第二日一早云飞便赶至城里 也许是多年未曾回来的原因 走在街上竟是有种熟悉的陌生感 就在他准备前往清华客栈看望弟弟的时候 云飞的目光突然微微一鸣停下降 只见不远处一位光头壮汉正一面走来 壮汉行至近前冷身开口 这不是云飞吗 后者有些异形阑珊 原来是王三啊 王三看着对方满不在乎的样子不经气急 虽然他从小便身高体壮 但却经常被动作灵活的云飞欺负 想起往事王三冷冷一笑 时过境迁 如今穷村这片我说了算 此时他的锦银跟班也围了上来 纷纷叫嚣着要把云飞直接买了 云飞看向其中一人与带戏血 这不是爱哭鬼吗 也长高了不少啊 麻子脸被叫出绰号这才反应过来 语气一软连忙喊了声骨头哥 四年前的云飞受得如同皮包 但因出手汉勇又颇奖义气 故而十里八乡的孩子都喊一声骨头哥 只是雪儿没想到 四年未见对方竟变得如此精壮 直到对方喊出他的绰号 他才回忆几同年音音 此时王三冷哼一声出言打断 说话间他看向云飞满脸不善 一想到儿时被揍的精力 他就气得光头发亮 面积此处他露幕员邓冷哼一声 云飞闻言一张脸也老了下来 此言一出王三立实气的额头青筋抱起 言把他像一头蛮牛般朝着云飞冲撞而去 扎拨大的拳头眨眼间便砸向对方面门 师父不由分说将毕生功力传给徒弟 随后嘱咐了徒弟几件事便撒手人还 不料徒弟下伤后返回家乡路域存霸 眼见王三一言不合便提拳攻来 云飞下意识地便要挥拳反击 但又突然想起师父叮嘱不可望用右手 面积此处他足间点地后撤半步 恰到好处避过对方势大力尘的一拳 下一秒王三只感觉自己眼前一花 原本视野中的云飞竟突然消失不见 紧接着少年左拳递出悍然砸中他的面文 王三立实鼻口窜血养面灾等飞 一众跟班见此情形早已下得面如腿死 云飞却是双手掐腰轻叹一声雨带无奈 就这么点三脚猫的本事也敢出来找查 算了懒得跟你们一般见识 眼见对方转身便走好像无意殃及吃鱼 一名跟班这才小声询问许二对方是谁 许二将过往之事如实告知同伴 表示对方四年前一直是此地的孩子王 说完这些许二手服下落陷入迷茫 印象之中他记得对方一直惯用右手 怎的过了四年现在反倒成了左撇 小插曲过后云飞一路来到清华客栈 刚进店门就听到店小二的热情招呼 客官里面请 云飞大不留心走上前去 你再看仔细些 我可不是什么客官 云成看清来人面露狂喜快步上前 大哥真的是你吗 什么时候回来的 云飞看着志气未脱的二弟满怀愧疚 昨日刚刚回来 云成这些年让你受苦了 后者闻言毫不在意满性欢喜 大哥这是说的哪里话 我也早就到了该做工的年纪 只是我刚来不久不便告假 后日到我轮休再回家团聚 云飞拍了拍弟弟的肩头轻轻汗手 叮嘱云成照顾好自己便告辞离去 后者悄悄撇了眼掌柜赶紧又忙活起来 离开清华客栈 云飞便开始采买应用之物 不多时他便已买齐了打猎所需的工具 捎带着还买了些猪肉以及日常所需 就在他准备回去之后大展身手之际 只见王三一干人等朝着他飞奔而来 云飞嘴角一撇询问对方意欲何为 却不料王三等人来到敬前也不言语 几人整整齐齐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 云飞被对方弄得杖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有话好说 你们这是干嘛 王三等人那头变败表示要任云飞做大哥 今后赴汤倒火任凭拆解 最终在云飞的一再逼问下 王三才磕磕巴巴地道出事情 原来是隔壁的五柳村盘踞着一个毒蛇宝 前几日对方宣称要将穷村也纳入势力范围 王三等人不云因而对方下了战书 可是毒蛇帮帮主出手很辣 王三一干人等根本不是齐对手 故而今日聚在一起就是准备商讨对策 话已至此云飞又如何不懂王三的意思 所以你们是想让我出手对付他 王三又是重重一败表示正是此名 今后我们全听云飞歌的号令 你让我们往东我们绝不往西 云飞不假思索地便出言拒绝 可王三却表示一旦毒蛇帮接管穷村 本不富裕的乡亲们势必会备受压斩 此言一出云飞的拒绝之心更深 穷村数百户人家 凭他一人之力又岂能照服地过来 可他转面一想地底云成在客栈做工 毒蛇帮一旦霸占此地勒索钱财 自家兄弟又焉能独善其身 一念至此云飞见眉皱起沉声询问 你们约在何时彼得 王三面露刚大表示就约在今日 后者闻言历时期的七窍生烟 那你还有闲心在这跟我找茬啊 这不是一想到之前总被你造 心里多多少少有些过去 说到此处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直言他现在是心服口服不再记恨 随即又是深深一拜向云飞诚恳之前 后者见对方态度诚恳无似作物 斟酌了片刻还是答应下来 王三众人闻言当即大喜过望 眼见云飞问清地点转身变走 众人也厉识欢天喜地地跟上去 不多是众人便来到郊外的一处空中 毒蛇帮的一干人等早已厚在此处 为首的帮主毒蛇面带讥笑 怎么总共就来了你们这几个人吗 云飞踏前一步冷声询问 阁下就是毒蛇帮的帮人 毒蛇默然一笑满脸无险 不错你小子又是从哪逛出来的 云飞冷冷地盯着对方一字一顿 就此罢手你我相安无事 否则莫怪我全效无情 毒蛇闻言勃然大怒一声令响 手下帮众当即个持棍棒冲杀而来 这位帮主憨憨一笑面带给你 老头小子也不知道天道地厚 可话音刚落他突然惊恐地瞪大霜 只见云飞孤身一人好似虎入羊群 少年全影闪动眨眼间便连伤树人 手腕粗的木棍在他面前仿若指红 一众小弟在其人面更是如枝同意 几席之间便被云飞揍得七零八落哀声痛 王三等人见此情形不由的目瞪口来 他们一直目不转睛看得争气 云飞直至此时也只是用为一只左手 而毒蛇则是惊得瞠目结舌瑟瑟发抖 他没料到这个矛头小子竟如此扎手 此时云飞灿然一笑朗生开口 我之前所说依旧做事 就此退去你我相安无事 毒蛇色力内人同裤装抛出一把医生 以往村民争斗极少动用力气 他也是仗着敢动刀才闯出一番凶鸣 却不料今日对方见此情形非但无惧 反倒是微微一探险的有些马蜜带我 感觉到了极致便是愤怒 这位帮主怪叫一声手持匕首之刺而来 云飞脚下步伐轻膜 眨眼便已闪到对方身处 拳击他一拳递出静止锤在对方腰脊 这一记爆肝重拳直接打得毒蛇口吞先许 身子也如钻线风吞肝倒飞出去仗鱼远 王三健壮不由地渗出层层冷汗 暗自庆幸云飞方才对自己手下留情 却说云飞根身禁不齐坐在毒蛇身上 少年抡起铁拳便准备来个以德夫人 后者连声求饶 云飞却置若网文一拳砸下 直到对方嘶吼着就此认输 云飞的拳头才堪堪收住 少年怒目缘邓立声喝道 此话当真 后者吓得如小鸡捉米般连连点头 并表示要将掌控的五柳村一并交出 云飞站起身来黑黑一笑 那倒不必 只要你别再觊觎穷村 再陪我一栋酒前便可 毒蛇听到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他没想到对方竟如此好说话 云飞打了胆尘土冷哼一声 怎么 不愿意吗 后者一个咕噜爬起身来连声音域 随即又从怀中摸出钱带地了过去 紧接着毒蛇帮众人便相互搀扶着迅速离去 此时王三等人欢呼雀跃地围了上来 口中对云飞的功夫连连称赞 而云飞却是眉头紧锁沉默不明 他深知这所谓的毒蛇帮不过是乌合之重 自己这身功夫收拾他们自然绰绰有了 可如果遇到真正的高手又岂会如此轻松 一想到自己多年艰辛系练的武功竟是二流祸色 云飞心底始终有一股怨气难以排挤 可以想到师父冒死传功他又有些愧疚 只得压抑复杂的情绪跟随众人离去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转眼间又是数天已过 这段时间云飞开始进山打猎 有从前每月跳崖的经历 让他上山下山如履屏蔽 怎奈前山猎物稀少让其锁得甚少 反倒是草药颇多总算是能维持生计 每每此时他就又会想起自己的师父 四年时间师父不但传他武艺 还顺带教了他诸多生活技巧 这天云飞带着一筐草药下山回家 云母见儿子辛劳便劝其不必太过勉强 云飞表示前山猎物不多 改日他准备往深处走走 云母见儿子晾晒草药不由的好奇询问 表示以前还真不知道这些杂草也能卖钱 云飞表示这些只不过是一些寻常的草药 倘若能挖到山市 换间房舍也不是什么难事 有你给的银子家里也没那么困难了 你也别太辛苦 放心吧娘 明月一早我去城里把这些草药卖了 到时候再买些米肉回来 等过两天云城休假咱们吃顿好了 第二日清晨云飞到要号卖掉了草药 所得二十三两在穷村也算是比小财 他穿好钱带便准备顺路去看看地理 就在他心情大好赶往清华客栈的时候 只见街道上迎面走来一胖一兽两道人眼 这一胖一兽两个男人形势相当大 街边的路人只是用狂光扫了他们一眼 胖男人便勃然大怒立声吼道你瞅啥 见此人如此凶悍又深带力气 路人不敢回嘴纷纷避之不及 云飞与两人擦肩而过目不行事 他已从身形上看出对方也是习武之缘 但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园子 他并没有多管闲事而是静止走进清华客栈 刚进店门弟弟云成便赢了上来 云飞点了五瓶见南春外加八只烤鸭 弟弟无奈一笑 表示香烟小店没有那种上等韭菜 我还想着照顾一下你们这客栈的生命 既然如此那就换准个拿手的小丑 竹叶青你们店总该有了 先上个五瓶 云成答应一声转身直奔后出 自打哥哥回来他听到了不少传闻 要好的伙子跟他闲聊时也曾提起 说云飞这几天挖的药草 鼻採药人一个月挖的多多两倍 而且最近哥哥总带朋友来着照顾生意 每次来店就是专挑柜的地 故而掌柜的对他的态度都好了许 此时王三等人走了进来高声吆哼 大哥我们来了 云飞笑着招呼这些儿时的伙伴赶紧入图 不多时韭菜便已做好端了上来 云飞当即跟众人推杯换盏言笑艳艳 席间王三表示最近他们几人商议了一番 想要在穷村自己成立个帮派 几人还给帮派起了诸多名字 他们看云飞的拳法极如闪电视若奔雷 故而觉得雷琼派这个名字最为合适 云飞闻言不由的一阵无奈 他无意如此却又不忍坏了众人的幸福 于是便让几位发小自己看着办 王三听罢不禁大喜播望高举酒碗 众人轰然应诺酒桌上一时间欢声不断 云飞正为自家兄长的本事感到钦佩 却没注意到身后进来两位不速之可 胖子打量了一番四周冷声抱怨 还真是穷乡屁啊 就这么一家店看起来还凑合 云飞闻声连忙赢了上去热情招待 云飞瞥见这两人却是暗自皱起眉头 以这二人的脾性来到店里只怕事货非福 果然两人刚一落座胖子就率先开口 小二来两瓶十年沉的女儿红 外加三只烧鹅和一盘冲爆牡蜜 云成当即表示客栈并无这些高端菜肴 此言一出胖子立誓勃然大怒 瘦子也是一脸凶相不肯善罢甘休 直言什么都没有还开什么客栈 此时云飞见身旁的王三神色有益 想必是知道些什么 便低声询问那一胖一受试何来头 后者巧声表示那两人来自七星派 大哥有所不知 他们是不久在镇子东边的庄园安顿下来 听说是个很大的帮牌 云飞闻言眉头紧锁冷声询问 能有多大 据传全帮上下少说也有两百号人 其中还有几位会功夫的舞者 云飞听罢不由地陷入深思 舞者一般不会与平民为难 这两人显然是坏了江湖规矩 却说另一边的胖子还在愤怒叫嚣 此言一出胖子勃然大怒站起身来 云成被吓得面无血色连声解释 后者却是圣怒之下一把揪住他的前经 提拳便准备教训这个店小二一分 见此情形云飞在南压一胸中怒 猛的一拍桌案豁然起身 王三见状连忙拉住自家大哥 表示七星派是大 他们这种乡野小名根本招惹不起 我管他是什么七星派还是八仙派 欺负到我弟弟身上就是不行 言霸他甩手挣脱王三静置朝隔壁捉走去 胖子见有人赶来多管闲事不禁微微一正 当即一把推开云成恶狠狠地看向云飞 后者宜然不惧盯着对方冷声开口 七星派的人难不成都这么不讲道 为难个店小二算什么本事 胖兽组合听罢双目猿瞪满脸的不可置信 此地竟还有人敢对他们七星派出烟不训 不远处的王三等人早已吓得面如同色 心到自家大哥这回可是闯大祸 云飞却是不以为一继续自说自话 没想到七星派的人好像耳朵也有问题 那我就再说一遍 话未说完胖子已然怒吼一声挥拳一声 不料下一秒他便被一记中拳锤在面上 胖子惨叫一声被掀翻在地摔了的狗坎 瘦子见状飞起一脚直奔云飞下了踢来 后者侧身一闪轻松避补 随即右手探出扣住对方脚腕向前一摆 云飞冷笑一声左手一记掌刀顺势掌刀 掌刀去世如风一举戳中瘦子耿嗓咽喉 云飞仅用了两成力道并不想取其性命 但瘦子仍是难以承受跪倒在地拼命干傲 饶视云成知道哥哥从小就身手不错 此时此刻也是惊得呆若目击 云飞看向弟弟扳起脸来沉声叮嘱 今日之事不许告诉娘亲 言霸他从怀中掏出两钉银子拍在桌上 旋即双手一抄揪住胖瘦二人的衣领 一声询问 说你们大老远跑到这里到底所不为 胖子显然仍未看清形势 还想着拿七星派的势力来吓住对方 云飞见状不禁眉头一顶 看来挨打还没挨够是吧 王三你们几个给我上去做他 后者一时间陷入两难 他对七星派还是颇为忌惮 犹豫了片刻王三一咬牙转头吩咐 兄弟们坐这两个王八蛋 众人当即一拥而上开始拳打脚踢 胖瘦二人被揍得满脸是包还在大声叫嚣 你们都死定了 独眼鬼大哥不会放过你们 一众兄弟听罢下手历史又中了紫 既然都不会放过我们了 那不如现在直接打死你们 两人文言神色大便连连求饶 跑江湖最怕的就是遇见这些愣头青 正所谓无知者无惧 他们根本没啥估计是真敢吓死手 打了足足一刻钟云飞才喊中兄弟凭手 少年蹲下身来一副寻寻善诱的语气 我不会再问第三次 这次如果你们再不说实话 那可真的要跟活活打死 说你们这些家伙到底为什么要来此 王三不知从哪弄来一根木棍面带狠色 俨然一副随时准备通下杀手的样子 胖子见此情形哪还敢有半分隐瞒 直言他们来此就是为了掌控穷村 此言一出在场众人皆是七七色别 云飞更是满脸无奈出言询问 怎么你们一个个的都盯上了穷村 莫非此地有何保物部长 胖子表示穷村虽然是个穷乡屁人 但位于咽喉要地可谓是四通八达 故而他们打算在此设立四海标局的分号 听到四海标局的名号王三不禁惊呼出声 云飞当即转头看向对方询问其中细节 后者直言四海标局乃是中原三大标局之一 如果我们能在穷村设立四海分号 届时便会有很多商队汇聚于此 用不了多久客栈勾兰也都会随之兴起 到时候再收取保护费必将赚的盆满钵满 故而独眼鬼大哥带队准备控制穷村 我们兄弟二人是来打前站的 云飞听霸冷哼一声 既然你们想在穷村做什么 就该跟当地村民好好协商 而不是以武力行 王三紧跟着点头附和 表示这样根本就是抱取豪夺蛮不讲书 可说到此处他话风一软 可是大哥 七星派也不好惹了 胖兽二人闭口不言 心中却在暗暗咒骂 现在知道不好惹也晚了 不曾想云飞突然没头没脑轻声开口 我们都错了 王三心底顿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果然只听得云飞声音转冷喃喃自语 我们错就错在不该默默忍受 必须得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 王三闻言再也忍耐不住颤声开口 大哥 独眼鬼许夕听说也是有功夫在身 云飞摸着下巴语出惊人 有功夫什么的倒是无所谓 但他们尽敢在我家乡打这种招呼 说到此处他回过神来表情严肃 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胖子闻言嘴角一扯心中暗骂 老头小子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眼见云飞豁然起身直奔东边走去 王三眼珠乱转一时间有些拿不定主 过了片刻他终究还是把心一合 吩咐兄弟们拖上胖兽二人紧随而去 半赏货后众人来到镇东边的一处庄园 大门处有两名护卫腰旋利刃守在门口 此时一名护卫突然面容一速立声喝倒 站住 你是什么人 回答他的却是一记干净利落的重拳 少年每日从百丈悬崖跳下一万次 然后又会找一棵大树拼命撞击两万回 如此反复四年让他锤打出一副钢筋铁骨 再加上师父临死前传给他的毕生功力 孤儿齐学成之后刚一下山便含有敌手 如今他更是要一人独闯诺大的七星派 就在门口守卫怒喝一声来者何人至极 云飞二话不说一拳递出轰在一人面里 后者惨忽一声道飞出去树杖跌入院中 庄园内其他帮众见此情形皆是大吃一惊 匿名守卫瑟利内人拔出佩剑高声教导 何妨萧小竟敢来我七星派撒义 无法因为落他也被云飞一拳掀翻养面栽档 此时院中众人也反应了过来 纷纷手持棍棒一拥而上 云飞将一对拳口捏得搁之作响 随即身形暴略直奔众人冲杀二举 胜怒之下云飞下意识地用出右拳 拳风眨眼之间便以公至一人面临 眼见近在咫尺的汉子面露绝望 云飞陡然想起师父叮嘱过不可望动墓首 心底的善念还是让他突然收招 转而用出一剂戳脚踢中对方进来 后者惨叫一声手扶小腿栽倒在地 而正在此时有一名帮众同身后袭来 云飞听闻身后恶风不善微微测身 恰到好处避开了对方的凶寒一棍 随即他跟身进步再度一拳挥出 看人直接被风飞树杖重重砸落在地 该说不说这七星派的帮众当真汉影 眼见自己人接连受伤竟是丝毫不惧 云飞也不见半分怯懦 足间猛一蹬地朝着一干人等对攻而去 少年宛如一头下山蒙 挥动左拳在人群之中左冲右途 眨眼间便将这些小喽啰打翻在地 此时紧随云飞而来的王三一声怒吼 兄弟们 别我杀 一众小兄弟当自超级的 围着躺在地上的伤员就是一顿暴走 而云飞则是头也不回的朝内院走去 却不料刚进内院便有人闻讯打了出来 云飞二话不说冲进人群挥拳便打 他今日来此的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要硬生生打到独眼鬼许夕现身 七星派帮众之多也确实超乎他的想象 他都打到第二进院子了 却还没见到独眼鬼许夕的身影 片刻过后雷拳派的小兄弟也跟了上来 照旧围着地上的伤员展开二次伤害 云飞依旧头也不回地闯进第三进院子 少年眉头倾簇心中暗暗抱怨 这得打到什么时候试个头啊 不曾想他一抬眼便看到廊下端坐一人 那人大马惊刀地坐在一张红木太世一上 单从造型上就不难判定是那独眼鬼许夕 此时一名帮众手指云飞颤声开口 大哥 就是这小子 刚才伤了我们许多弟兄 许夕闻言沉声询问 你便是穷村坊间人们口中的骨头哥 云飞念带微笑招了招手 你也不必言语试探 有什么话可以等咱们交过手再说 此言一出许夕独眼微微秘气 看来骨头哥很气盛 就算你只剩一只眼睛也总该看得清楚 在下哪里像是皮包补 话已至此许夕冷哼一声站起身来 既然你油盐不尽一心求死 那我今日便给你个痛苦 言霸他怒吼一声抽出大刀纵身跃起 云谋有言在先 既然你动了冰刃 就休怪我手下无情 许夕听霸一声吃笑 他仰起手中大刀多头盖脸迎面披下 云飞面色一沉双眸见了 真是好良言难劝该死骨 言霸他气观右手做事想要抬臂格挡 许夕见状不由地猖狂大笑 区区臂甲你还想挡住我这斩魔刀不成 下一两刀光伤 随即只听了一声金铁交机之音怦然乍响 许夕被震的面色朝红满脸的不可置信 这位独眼鬼倒推树杖才堪堪稳住身形 他万没想到对方能凭血肉之躯硬扛一刀 此时云飞面色冰寒栖身而上 速度之快让许夕一双瞳孔骤然缩紧 紧接着他便被云飞一击崩拳砸中面门 这位独眼鬼门哼一声又是连推树 每一步卸去的禁力都震得碎势纷飞 许夕半赏才缓过近来刚想突言咒骂 可他只感觉天旋地转险些战力不稳 一拳没能击倒对方云飞也颇改叛 少年纵身前略又是一拳轰出郑重面门 后者在南抵挡历史如断线风筝般倒飞而去 紧接着扑通一声重重砸落在地 手中的大刀也握持不住脱手 一个十圈后日照中天尚无以过 云飞坐在那把宽大的态势以上好征一下 此时许夕发出一声痛苦的低音悠悠转醒 少年见状不经出言调侃 既然醒了就起来聊聊吧 院子里也不是睡觉的地方 许夕强忍着头昏脑杖爬起身来 又缓了半赏这位独眼鬼才出言询问 你这到底是什么功夫 徐某闯荡江湖多年闻所未闻 云飞表示自己小门小派没什么名气 每代也就那么一两个人固执一体 后者听罢深深看了对方意义 心中的忌惮又增加了几个 待到他看见王三等人将一众手下尽数控制 这位独眼鬼不禁常叹一声与带感慨 徐某闯荡江湖十余仔 没想到会在这种小地方栽了跟头 你既然手下留情定然有所谷 说吧 你们到底想要怎样 只要你们不碰穷村本地这些商务 我也无异于你们七星派不死的羞 甚至等将来穷村发展成更大的村镇 如果你们能给我们雷拳派化快逼 我们也可以向你们支付相应的潜移 此言溢出许夕猛的邓大独眼不可置信 你说什么 何则两利斗则两伤 你若太过贪心难免性命不管 许夕听罢当即收起了小句之心 此子不过弱观之年便有如此手段 将来并非池中之物 云飞见对方迟迟没有回应又轻声开口 其实我对贵派设立分号仪式并无不满 穷村繁华起来乡气们的日子也能水涨船高 况且我们也从未想过要掌控此地 只是想在家乡安静生活便足够了 先是武力威慑如今又是推心置腹 这一番言语让许夕不禁陷入沉思 倘若他不答应且不说能否保住性命 就算侥幸逃脱 日后在穷村也免不了跟对方一番恶斗 最后自己势必会落下一个办事不利的责任 但如果答应下来基本上就是有利无害 本地商户那撒瓜俩早根本算不得什么 面积此处他看向对方言语真诚 好 就按少侠说得来 却不料云飞突然面容一速沉声开口 且慢 我还有一个条件 许夕闻言心中顿时咯噔一声 他就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 我们兄弟几个大老远的跑过来 跟你们打了半天连午饭都没吃 你得拐个顿饭 许夕听罢不经错愕当场 他没料到这便是对方所谓的条件 时光如水岁月如缩 转眼间又过去了一年 这一年李云飞没有半分懈怠 仅遵师父遗愿日日苦练剑于神功 结果也自然如师父当年所说那般 他的气海已从拳头大小变得如同西瓜一般 每一拳挥出都仿佛携带汉山之威 每一脚踢出也都好似能结江断铺 而且他不止拳脚功夫进步长足 身法速度更是比以往在上层楼 只见少年足间轻轻一点地面 下一秒几时的 像树道残影 练了足足两个时 这趁云飞猛然驻足占颠 少年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体内翻腾的气血也随之渐渐平复 旋即他盘膝打坐又练起内功很慢 如果说锤炼体魄是建于神功的基础 那吐息耐气才是这门功法的重中之重 少年凝神静气引导内力运转大小周天 不多时云飞周身720处翘学竞数打开 半晌后周遭的天地之气开始往往挥挤 随即竟是通过诸多翘学被他耐入体力 不知此时他能否意识到 这二流的建于神功绝非凡凭 少年只是坐在灵中静静打坐 却不料静影的天地之气朝他慢慢汇聚 他当即按照星法口诀开始搬运大小周天 天地之气历时通过周身翘学被其耐入体内 但少年修炼的功法与其他武功大有不同 他所添炼出的真气并非处于丹田气海 而是全部有散于体内的十二条精脉 他还需要夜以即日的锤炼体魄 才能将这些真气搬运到丹田危机所 半晌过后云飞睁开双眼 双眸之中的精芒渐渐退散 可玄机他便陷入了沉思 这一年来他始终坚持锤炼体魄 可万千痛楚换来的 却也是只搬运了鸡蛋大小的内力 一念至此他不禁恨恨地攥紧拳头 其他门派都是练出内力直接就用 独独他这门功法需要如此折磨自己 按下心头砸念云飞难难自语 经脉中的真气还是剩得太多 慢慢来吧 言霸他矮身捡气打猎的应用之物 趁着天色上早钻进了大山之中 当天晚上云飞和母亲对面而做共用晚餐 席间云母突然神色一阵轻声开口 云飞我还是希望你能找个正经的言生 云飞表示自己打猎采药也收入颇风 劝慰母亲不必为自己的将来太过担心 云母却直言目前看起来赚了不少 可等到冬天不但草药稀缺 届时大雪封山危险程度也会相当之高 云飞听罢当即陷入沉默 他深知母亲的顾虑并非杞人忧天 山中的猎物和草药已经少了很多 片刻后他强装笑脸表示他会再谋出路 云母微微一探旋即转移了画面 表示准备用这段时间攒的钱去做点小生意 云飞听罢顿时好奇起来 询问母亲打算干点什么 后者表示这段时间一共攒了三百两组 他准备跟云成在镇上开一家小饭馆 今天提起此事便是想跟他商量商量 连带着把家也搬到镇上 云飞闻言家菜的筷子不禁微微一顿 可他转念一想也随之施然 饭馆自然要开在客流大的镇上 母亲年纪大了也确实不方便来回这的 念及此处他展颜一笑柔声劝劳 这样再好不过 到时候我也去镇上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 云母闻言顿时转优为喜 直言四海分号成立后镇上多了许多商户 想来找份差事理应不难 云飞听着母亲的唠叨却是神有无碍 暗自盘算只会习武的自己该何去何从 却说第二天云飞一大早便赶到了镇上 自打四海标局的分号设在此处 不过一年时间镇上已是商号林路 就在云飞漫无目的在街上闲逛之际 少年突然听见身后有人招呼自己 回头发现正是不打不相识的独言鬼雪西 后者询问云飞来此可是要办什么事情 倒也没什么事情 就是随便转转 许大哥近来一向可好 我这也是今日无事才出来闲逛 正好就看中了 左右闲来无事 走吧 哥哥请你去喝一杯 不多时两人来到一家酒楼度妙子 双方闲聊了片刻 期间许希终于问出了心中一直以来的疑惑 云飞兄弟 我关你伸手不烦 但却一直看不出适合路数 你不妨给哥哥透个底 到底诗成合门合派 那日也并非小弟有意隐瞒诗门 只不过确实是个小门小派 明幻全打门 想必许大哥也不曾听过 许希听罢果然面露茫然 贤弟 贵派这名字是否起得太过随意了一些 云飞闻颜面带尴尬 他又何尝不是这样觉得 隔壁的天破武将听起来就霸气侧漏 天天自家祖师要起这么个名字 眼见对方脸色难看许希当即出言劝问 出身贫寒不是耻辱 回兄也是名不见经传的小门小派出身 在门内习练了五年出来闯荡江湖 一路拼杀经历了数次生死大渣 最后没了一只眼睛才走到今天这 云飞听罢不经念路骇然 他以前并不知道江湖竟如此凶险 漠然间他突然想起了自家师傅 想来师傅当年行走江湖也是如此 否则也不会被人暗伤以致性命的 再联想到自己的将来 云飞心头不由的一阵茫然 许希见状当即出言询问 兄弟可是有什么心事 不妨跟哥哥言说一二 云飞微微一探将自己的困境讲述出来 我娘想让我找个正经营兽 可小弟除了练武可以说是一无所常 许希表示这有何难 他手底下有青楼赌方 正需要云飞这种武艺高强之人坐镇 云飞直言他爹就是在赌方被人打死 故而云母非常反感此类事情 自己也不好腻着母亲的意思 许希闻言轻轻汗手表示理解 那现在你是把雷拳派交给王三了吗 你今后又有何打算 云飞点头硬是 本来我也无意打理帮派 至于今后做些什么暂时也没个主意 许希思考的片刻突然出声询问 贤弟可不识吗 云飞表示棍法他倒是略知一二 当初师傅十八般兵器都有交谱 闻听此言许希微微一笑表示那便足矣 唯兄可以做宝 帮你在武林盟谋取一份差事 听到武林盟三字云飞不禁微微错误 武林盟在大陵县设有一座分盟 那里正在招收看门人 得知仅仅是去当个看门人 云飞的脸瞬间垮下来 贤弟有所不知 正所谓进水楼台仙则遇 别看现在只是个看门人 可以有机会也难保不会一飞从天 你的时程虽然不占优势 但当个看门人还是绰绰有 毕竟大门大派的弟子自尊心颇铁 没有人会拉下脸来跟你竞争 云飞起初心中还有些不适 但转念一想自己哪有什么自尊心可言 他的自尊心早在得知必败王这个绰号时 就被你拿 如果你有兴趣为兄可以推荐你过去 我有一位好友是分门外堂的堂主 云飞收敛思绪轻轻点头 那就有老许大哥了 那好 你这边收拾亭档随时启程 我这就修书一封派人快马送去 数日过后 云飞处理好家中一应事务赶到大林线 外堂堂主先把他带至盐武场沉申开口 许希的清理性我已经看过 但也不能随意将你招入零 还是要看看你的实力如何 云飞无精打采地点了点头 表示自当如此 堂主听罢当即将手中的长棍避给对方 云飞接过木棍后 周身气势陡然一变 少年拱邀他被整个人好似利剑在心 堂主看到这个架势不禁轻轻汗手 此人年纪虽轻功夫倒也相当扎实 随即只见云飞一声轻贺纵身前掠 手中长棍如蛟龙出海日刺而脱 下一秒只见棍烧尽时生生病死木棍二寸有余 其力道之刚猛震的木屑风飞 堂主见状一双瞳孔猛然缩紧面路骇然 他摸着下巴面带满意南南低语 许夕那小子成不起我 少年不过若冠之年便已练就绝世神功 但他身怀决意却不自知 反倒为了生计去武林盟替人看门护院 堂主递给他一根长棍想要看看他的神手 期待他一出手竟是生生将长棍定入木桩 外堂堂主见此情形不禁勃然色变 武林盟已经许久不曾招纳进这般好手 一念至此堂主频频点头 此人正好可以弥补空缺的看门人之位 小伙子你别录用了 月份三十两银子 每月有五天休目可自行调语 后者当即询问自己何时开始领事 今日我会替你准备好文书和身份名牌 宁愿一早你随我去护卫队报告 云飞深思一礼送别对方心中愉悦 自己如今总算是混了份差事 第二天清晨堂主带着云飞来到护卫队 屋内若甘明护卫正为坐桌前随意闲聊 堂主倾刻两声吸引来众人的目光 给各位介绍一位新人 此言一出屋内众人纷纷侧目看门 堂主这才继续开口 此人名叫林云飞 今年二世有一 是新招来的护卫 今后你们多亲多警 云飞适时上前攻身行李 还请各位多多关照 一位年长的护卫询问云飞是否会 后者谦虚地表示自己略知一二 卫队长崔弘万咧嘴一想 还是个恋家子 不错 那你以后就编入一组 云飞当即在诗意里攻身领利 崔弘万又将其他几人介绍给他 表示这三人分别是陈者 安康和卫之城 云飞暗自将三人的名姓牢记在心 互卫对梅嘴三人共分 甲乙丙丁四组 梅组轮流站岛一个时辰休息三个时辰 若遇职业则是两人手 一人休息 梅组皆是如此轮换不会欺压新人 基本的规矩也就这么多 其余细节你去跟组长和组员熟悉一下变卡 云飞轻轻汉手表示明白 这是一位青年汉子主动打起招 直言他就是云飞的组员名为安康 名叫卫之城的组长也颇为合适 你年纪比我稍小 愿意的话也可以叫我卫大 严霸两人带着云飞来到后院之主 准备将一些基本的规范交给对方 安康率先开口 表示他们这些护卫乃是武林盟的招牌 故而平时要注重自己的仪容仪表 卫之城则是讲解了一番护卫的行走姿态 随即便让云飞按照要求掩面一面 后者历史坚扛长棍斗的武府身后 卫之城健壮面带暂选 这练过武的精气神确实不一样 带到云飞熟悉之后 卫之城一身护卫 三人当即排成一列朝着大门走去 不多时三人来到武林盟大门处 此时正值两组轮换交班之际 眼见安康静止走向一名护卫 云飞也有样学样来到另一人面前 一组林云飞 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汉子灿然一笑也不吝惜多指点两句 再下车三岛 新人刚开始会有些辛苦 等人都认得差不多了就会方便许多 云飞微微恭声表示感谢 后者则是轻轻摆手 示意无需客气 带到两人站定安康又讲起了守门的规矩 表示正门寻常时候不会打开 他们的职责便是守住小王 正门打开的时候不多 只有大规模武者出路 亦或是有马车进出才会开启 如果是单纯的为一个人打开正门 那他至少也得是整个四川的分盟主才行 云飞听罢不由的心痴神王 不知道那样的人物会是何种风采 安康不清楚对方在想些什么 还在自顾自的安慰云飞 你别看这守门人的岗位甚是无聊 但这可是实打实的美开 比起那些外堂武者刀口铁 却要抢上太多 活又累 命又短 一个三流武者就算死了 也留不下什么名字 话音当落 他突然看向前方面容疑似 云飞兄弟 快去开门 说话间只见一辆黄顶马车飞驰而来 云飞当即转身快步跑向大门 少年双掌搭在门上不禁微微一惊 这一扇大门的重量至少在千斤以上 他终于明白为何招收开门人 还必须要求至少是三流武者 若飞天生神力 普通人根本连这扇大门都无法推开 带到黄顶马车飞速通过驶入门内 云飞这才双绑一叫力缓缓关闭正门 少年反身回到原位 音声询问安康那辆马车是何来头 那是门内运送武者到外面的马车 蓝色马车代表外堂 黄色的则是代表内堂 但只要你开门稍晚片刻 他们都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这一点内外堂无甚分别 云飞听罢有些好奇的出言询问 这般放行就不怕有奸细混入其中吗 安康表示若有奸细混入 势必不认道路 届时巡逻守卫就会一拥而上将其拿下 再者我们平时也会朝马车里偷看你 如果发现异常也会及时通报 云飞轻轻汗手表示明白 随即又问起遇见门内之人外出该当录 安康表示外出之人都有门内文书 出门前也都需到组长那里报被审核 你别看我说了这么多 用不了多久你也就熟悉 到时候只会觉得相当无趣 时间一晃便又过去了三个月 云飞按部就班每天守在大蒙堡 此时他才深刻理解安康当日之言 守门人这份差事的确相当无趣 这段时间他每月都会休目回家探亲 云母和云成的小饭馆已经顺利开张 得益于四海标局在穷村设立的婚号 来往此地的客商和外乡人明显分母 云母负责后厨掌勺弟弟负责前面跑堂 又有王三和许夕的暗中照顾 小饭馆的生意也算红红火火 似乎一切都显得颇为顺利 只有云飞休息地鉴于神功遇到的问题 每日站岗让他几乎没有时间锤炼身体 以至其积攒在经脉内的蒸汽愈发增多 虽然他每日都试图将蒸汽搬运至丹田 可没有外力锤打只能说是事倍功半 现在他每天都感觉体内仿佛有重业感受 也终于明白为何师父与人交手只错挨打 不行 今晚不论如何都要找个地方锤炼身体 再这样下去只怕我会暴体了 当天夜里云飞偷偷来质一出秘令 少年找到一棵粗壮的大树开始拼命撞击 直到反复数万次后 他筋疲力竭跌坐在地 云飞这才感觉经脉内的蒸汽稍减几分 可他也明白这样不过是杯水车薪 必须得想个法子 否则今晚这种情况还会反复出现 果然又过了几天他担心的情况再度发生 云飞正在站岗却突然感觉体内一阵燥热 少年物资咬牙坚持 可体内的蒸汽就好似脱缰的野马 在其经脉内反复折腾没有丝毫停歇的迹象 此时一位灰袍男子静止奔着小门走 云飞强打精神一挥长棍勒令对方站住 男子面带亚裔只向自己出言询问 你是说我吗 云飞直言武林盟重敌 外人不得善入 男子冷哼一声 表示他乃那堂情报处安恒者 说到此处他双眼一眠 你这个新来的不要不识食物 不曾想云飞却是不吃这一套 按照规定严令对方出示身份名牌 男子颇为不爽冷声训道 我说了 我乃那堂情报处安恒者 在下也只是依规刑事 已若无身份名牌 拿出相应的外出文书也可放行 安恒者文言勃然大怒 你莫非不知情报处既无名牌也无文书 我等专司潜入探查又岂会携带那些东西 后者文言却是不为所谓 若阁下证明不了自己身份 请述在下无法放行 安恒者听罢不由气急 他乃是情报处的老人蒙内皆知 怎奈机遇这两位看门人看样子都有些面试 想来是自己外出任务后才来到武林蒙 运露之下安恒者便准备仗着武力先闯进去 反正他隶属那堂最多也就是被身吃一番 却不料他刚上前两步便被云飞用长棍抵住 少年被真气折磨的火气正大不禁沉声开口 就在两人即将动手之际 组长位置陈文生走过来 他作为老人自然一眼便认出了安恒者 但他听云飞讲完前因后果也并未责备对话 而是看向安恒者淡淡开口 情报处人员回来复命也理当对照出谋文书 他是心人不懂规矩 你是老人也不知小马 言霸他带着安恒者走向对方文书的接案 后者极为不满轻声哭闹了一声看门狗 魏志诚尔利极家转过头去怒目而视 安恒者尴尬地表示自己什么也没说 魏志诚碍于对方内堂的身份强压怒 但在查阅文书时却是故意放慢节奏 足足过了半个时辰他才翻到一眼 认真核查后示意对方可以进去 岂不料安恒者却是反身走向云飞 他急尽嘲讽询问云飞可有频道 后者不以为一直言自己只是静止而为 看着对方淡然的模样安恒者怒口中手 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伸手拍向云飞肩头 实则他这一拍暗含内力阴险至极 被派之人势必深受内伤留下影子 不曾想云飞却是表现的颇为享受 安恒者的这股暗境正好震动气体内经脉 散落其中的真气力是如穿归大海汇聚单体 云飞满脸陶醉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真舒爽啊 暂时点净 男人看似伸手轻飘飘拍向少年尖头 实则这一掌暗含内力可使人重伤吐血 不曾想少年挨上之后却是毫无反应 甚至面带舒爽还让对方再加些力道 安恒者文言不由的脸色微变 不对劲 这小子十分有十二分的不对劲 可他看到云飞那欠揍的表情着实脑粪 当下也顾不上事后会不会被蒙内得罚 竟是运起八成功力挥拳直奔对方戏曲 云飞却是把胸脯一挺站在原地不少 任凭对方是可开山的一拳轰在自己胸口 下一秒少年骤然间瞪大双眼身子一颤 可紧接着他虽嘴角溢血却是满脸心血 这一拳让他经脉中的真气迅速聚往丹体 这种畅快之感就仿佛多年宿便一泻而出 让他情不自禁地闭上双眼细细体位 而且他发现挨上这一拳后 真气不论是聚拢的速度还是凝结的体量 竟是远超他之前跳崖或是撞术的好几倍 一念至此云飞踏前一步又捅了挺胸膛 前台词显然是让对方再多打几下 如此反常的举动吓得安恒哲连练道理 下意识地认为面前之人绝对是个疯子 正常人都知道不要去轻易招惹疯子 安恒哲二话不说脚底抹油转身就走 图留下云飞看着他仓皇的背影满脸惋醒 如果再挨上几句 说不定能把经脉里的真气禁术搬到丹尼 苍天带我何其饱也 此时安康和魏志诚凑上前来语带关切 询问云飞可有何不是 后者嘴角留下一道血迹满脸淡然 无妨 别让我不知道 反正我自己是天生扛纵 安康指向他的脸上小心翼翼 可是你还在吐血 要不还是去找个郎中看看吧 云飞后知后觉抬手抹去嘴角血迹 淡定的示意对方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魏志诚两人满脸飞线祝福伴上沉默度 他们却不知面前的少年并非是强颜欢笑 此时的云飞可谓是神清气爽身心愉悦 体内真气的那股躁动之感早已消失不见 丹田的充盈更是他四年以来都不曾有过 此时一直没开口的魏志诚女中心肠 正派的舞者也不一定都光明正大 甚至与邪派相比肮脏龌龊之类会更多 说到此处他意味深长地注视着云飞 或刚一时强疾则辱 有时候卑微一些反倒会更轻松一点 你懂我的意思吗 云飞单大地挠了挠头表示道理他也懂 可我这性子天生如此难以控制 让魏大哥担心了 魏志诚轻叹一声转身离去 罢了 到时尚该换班了 休息去吧 云飞历时高高兴兴地朝着职房走去 不多时他又找了个借口偷偷溜到密林深处 现在他经脉内的真气已经吸收了一半 让他忍不住想要遗失自己功力的深切 少年马不蹲伸气罐双臂左右开弓 每一拳递出拳刚激荡 竟是盈盈有氛围之手 连辉竖拳后云飞不禁面露惺喜 他明显感觉到出招的动作更为流畅 按下心头激动他又开始测试身法的进步 少年气罐双足脚步轻膜 整个人历史如青锋斧柳斗般飘然而起 闪着腾挪间留下道道残饮一时间难辨真假 云飞见状喜不自胜 他发现自己的身法也明显更胜从前 半晌过后他盘膝入定再度运起 鉴于神功 不多是磅礴的天地之气又开始缓缓汇聚 少年照就按着功法口诀将其内入体内 只不过这次他吸收的速度明显又快了一分 天地之气通过周身翘学流入他的奇经八脉 云飞不自觉的眉头青醋 这般下去不消片刻 经脉内的真气又会充盈过剩 但鉴于神功就是如此效果 他也毫无办法 不知不觉间已是月化中天繁星点点 云飞收工起身 只感觉经脉内的真气又开始蠢蠢欲动 少年眉头紧锁陷入深思 他已经刻意放缓行功速 可周身翘学一旦打开便仿佛不受控制一般 那天地之气好似海水倒灌融入经脉 但好在他今日印证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被人攻击确实可以助他修行 他也终于明白为何师父在尔利之年才踏足舞蹈 只练了十几年便能跻身江湖二流之恋 想来便是得益于这套功法的特殊之处 一夜无画第二天云飞照常在大门之情 少年之前那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早已不见 取而代之的则是精神异议状态饱满 此时一位汉子鬼鬼祟祟地在他面前露 云飞不禁多看了对方两眼心中疑惑 在他的印象中此人已经在这转悠了许久 片刻过后汉子终于鼓起勇气走上近前 眼见对方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也不说话 云飞当即奉劝对方不要影响其知情 汉子手扶下巴打量着云飞喃自语 说的到底是不是他 看着有点不像吗 云飞闻言不禁面带疑惑询问对方所言何意 我曾想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汉子骤然出手一拳锤在他的胸口 一变抖声之下云飞并没有丝毫动力 反倒是细细体味真气汇聚丹田的舒爽 汉子见此情形不由分说又是一拳疯子 云飞一动不动面带笑意又扛下这一击 汉子仿佛是见了鬼一般颤身开口 果然跟安恒哲说的一模一样 这人当真是个疯子 云飞微微一笑嘴角一血淡然开口 等了半赏见对方毫无动静 云飞眉头一挑脱眼关桥 可动手的汉子不知何时早已仓皇逃远 看着对方落荒而逃的背影云飞暗倒可惜 安康却是颇为关心地询问他是否有事 云飞微微一笑直言对方的劲道堪比棉花 他自己没有丝毫感觉 安康闻言默默站在风中心头一阵凌乱 他亲眼目睹那汉子的一拳足以开杯烈时 可面前这小子挨上之后竟是毫发无伤 甚至脸上还表现出一副很享受的神情 想到此处安康心中不禁陡然一惊 莫非这家伙患有某种医症的伤 一念至此安康哆哆嗦嗦地套起进口 云飞兄弟 你要是有什么委屈就跟兄弟们说 可千万别被坏了自己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天都有人前来试探 云飞既不还手也不制止尽数校囊 生怕弄伤了来者以致无人替他锤炼真气 就这样他夜晚运功吸纳天地之气露 白天再挨上几拳将真气汇聚到丹田之中 不过短短五个月便增长了将近十年的内容 一拳击穿岩石已是信守年矮 少年时常抬头望天想念几师傅 感慨他老人家当年果然没骗自己 这妥妥的救世人在门口占功力飞锁着 这天又有一人慕名而来突然一拳轰出 云飞微微一笑抬手擦干血迹嗓音平静 阁下的拳头不够快 更不够狠 严霸他一脸稀奇地看向对方又挺直腰杆 炽热的目光将中年汉子看得冷汗直流 少年脚步微挪朝前跨出一步 来 下一拳奔着丹田打 不必联系我 此言溢出中年汉子顿绝一股凉气直冲天灵盖 他哇哑怪叫一声转身落荒而逃 云飞见状满脸惋惜南南低语 让你白打还不打 当真奇怪 此时安康小心翼地凑上前来 喂 兄弟 你知道最近蒙内关于你的传闻吗 云飞眉头微微一皱询问对方什么传闻 他们都说你越背奏就越开心 甚至有时候觉得不会 晚上还找个没人的地方再捅自己两道 云飞听罢见梅道树怒斥此乃一派胡言 你别跟我急嘛 又不是我散播的传闻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云飞满脸无奈陷入深思 莫飞是自己表现出的愉悦太过明显 他有心想跟对方解释一番 但这毕竟涉及到宗门隐秘 思来想去也只好忍受谣言四起 安康见对方情绪稳定下来又继续开口 据说蒙内舞者现在都已经拿你拍盘了 哪个能打到你真这么发出惨叫 那他历史便可以赚得盘满光了 云飞听罢这才恍然大悟 怪不得这段时间有如此多的舞者前来巡行 而且几乎都是蒙内之人 安康斜瞥了一眼对方女带无奈 你该不会现在才知道这件事吧 连你的绰号都已经在蒙内传开了 云飞心中顿感不妙询问对方是何绰号 安康笑嘻嘻表示绰号就叫奈奏王 云飞听罢顿时气解 自己的绰号与师父相比也强不到哪去 少年身怀决意却被每月暴打三百回 可他非但不闪不必不还手 甚至口吐鲜血仍是让对方再加些气力 周围同伴都以为他有什么特殊的品牌 殊不知他自幼休息的武功甚是特别 挨打越多他的功力增长得就越快 他就这样在短短五个月里增加了十年功力 再加上师父临终前传给他的二十年内功 使得他刚过弱冠之年便已身怀三十年功力 从而一跃积身二流境界 可俘获相依 他也因此被人们起了个耐走王的绰号 就在云飞得知后正为此案自满分之急 组长魏志诚走了过来表示队长有事相招 云飞小声询问所为何事 魏志诚神情古怪只说了句去了自然知晓 后者不再多问转身奔着脂肪走拳 安康猜到了的大概 颇为担忧地看了同伴一眼 果然组长接下来的话印证了他的猜想 队长前些日子有好几次撞见云飞挨打 崔头的脸色很不好看 你以后多提醒他一下 却说职房内催红外面色铁青沉声询问 你为何总是被人殴打 我等身为武林盟护卫虽然职位不高 但也不是任人欺负的软事 你若是一堆刑事反遭毒打 本队长自会为你讨哭 剑队长言语激动云飞也不打算继续隐瞒 道出了他席练武功的特殊之处 你修要编出这种理由蒙骗于我 我也见过类似的炼体之法 最多不过是瘦些皮肉之法 并扛别人的内劲来修炼却是闻所谓的 云飞表示自己并非信口无踪 并直言最近蒙内舞者助他修行进步神速 故而他才甘心忍受想以此来提升自己 事到如今你还想着替他们遮遮掩掩 有我替你做主你还怕他们报复不成 大不了我带你去蒙主那里论的是非 莫飞真如传言所说 你当真有什么特殊癖好不成 否则怎会在挨打之时神情愉悦甚至还声音出声 云飞听把顿时满脸尴尬 心到这下误会可是大了 他当即神情一速沉声解释 并非属下有意如此试探 实在是内力归于丹田之计 那种畅快之感让属下情难自尽 崔红万听到一双眼模糊一地打压的云飞 显然是对传闻所说又深信了几分 云飞见状权衡了片刻之后把心一横 队长 正所谓坐而论到不如起而行之 崔红万微微一正询问对方所言何意 我解释再多也是徒劳 不如我们去阎舞场一趟 届时你一看便知真假 不多时两人来自后院的阎舞场 此处正是云飞当初入盟考核的地方 伦修的护卫们闻讯也都纷纷赶来 一同站在崔红万身后看个热闹 云飞只向一根木桩开口解释道 队长 五个月前属下在此完成了入盟考核 当时堂主让我以此木桩为敌小事身手 属下用木棍刺出了一个两寸深的小木 崔红万轻轻汗手表示他早已知晓此事 却不知云飞今日为何要救死重提 云飞紧了紧手中的木棍继续解释 属下就是想证明一下这五个月的长期 严霸他一阵手中长棍弓身弯腰 整个人好似折龙在冤带尸 三夕过后云飞双眸之中筋芒一闪 少年一声轻贺犹如离弦之剑爆裂而去 云飞一棍递出如有虎啸龙吟风雷滚滚 下一秒众人只听的一声脆响平风大气 因为数年都不从损毁的木桩 竟是被云飞一棍捅了个对穿 崔弘万见此情形金的眉头一跳嘴角之冲 这一手功夫显然已超越二流高手的实力 其他护卫也是金的木凳口袋瞬目皆舌 他们万没想到自己身边竟有刺等高手 单看这一棍之威 此子的实力已经不弱于我 但挨打人尊敬修为还是有些非理所思 足足伴赏崔弘压压心底震惊缓身开口 如今看来你方才所言的确不假 但日后你能否克制一下你的神态而生 内外堂那些家伙本就自是甚高嚣张把握 长此以往只怕其他护卫也不遭受的妄之灾 见云飞面露为难 崔弘万又提出了一个建议 这样吧 如果你实在控制不住就在挨打时哈哈大行 这总可以吧 云飞重重点头表示他会尽力而为 旋即他又羞愧地低下头去口中抱歉 挨打固然可以助他增长功力 但他确实没想到此举会给护卫队带来麻烦 崔弘万洒然一笑直言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你小子以后少给我惹点麻烦就行 其实这位队长还有一层深意没有灵明 他实际上更担心盟内舞者把云飞当成玩物 沉默了片刻崔弘万突然语出惊人 你可愿成为武灵盟的正式舞者 不论那堂外堂我都可为你引进 云飞婉言谢绝直言自己全无此意 门卫一直既不涉险岳峰又高 再适合自己不过 说到此处他神情肃默 家中老母还需属下奉养 多谢队长的一片美意 崔弘万听罢轻轻汗手表示理解 跟传婚所说一如一样 这孩子无甚也心只为某酒手 驱散心中惋惜崔队长又出言询问 不知可否方便透露市场 属下施出拳打门 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门派 崔弘万默念拳打门这个名字一脸光燃 恕我孤肉光燃 确实没听过这个门派 本门祖师早年间得以少林僧人传授武艺 之后一直都是一脉单传 队长没听过也不服为惯 听到一直是一脉单传崔弘万心头一铲 他呼得联想起多年来坊间的一个传闻 据传多年前武林曾有一次天大的浩劫 天下各大门派的高手全都杀鱼而归 直到出现了一位神秘高手立定前后 这才让整个江湖免遭遇难 事后有人曾追问其出自河门河派 后者淡然一笑直言自己一人集中们 只是崔弘万自始至终都认为传闻不实 哪怕都是叫花子的丐帮都有自己的组 这普天之下哪有拘无定所 况且还只有一人的门派 压下心中的胡思乱想 这位队长示意云飞可以听评自便 看着少年离去的背影崔弘万暗暗低 不想成为正式的武者却又刻苦修起 当真是个奇怪的男人 与此同时 在云飞返回岗位的必经之路上 凌教燕中的青年汉子正在苦苦等待 此人乃是武林世家靖州燕家的长子 自幼就表现出极高的武序天赋 靖州燕家曾几何时也是名动僵务 但多年前因为那场武林浩劫家道中落 故而整个家族将燕中视为忠心之望 家主更是倾尽全力为其求的一枚大缓丹 燕中服下之后增加了一甲子的内力修为 可他不得其用时至今日也不过是二流境界 眼见云飞走进燕中抱拳拱手 身失意灵 在下听闻阁下十分耐造 故而恳请尊驾受我一拳试试武功力 看着对方一脸郑重的表情 云飞心知此人绝非先前那些玩闹之为 但他还是扬起伯耕朗声回答那边来了 话音落下但见燕中周身上下真气缭绕 几息过后这位燕家长子到了一声小心 玄机只见他足间猛一奔地奔略而至 一记近步奔拳汗然垂在云飞小腹 云飞牢记队长的主妇当即哈哈打笑 燕中却并不在乎他的奇怪反了 而是满怀期待地询问云飞感觉如何 后者挠了挠头有些面带难思 方才这一拳智威堪比一流高手 但给他的感觉却还是二流境界 也就是说面前之人对内力的操控极差 属于空手宝山而不得用 云飞有意试话试说 却又担心自己无意中伤了对方自尊 可五道意图容不得半点码 也罢 我还是告诉他真相吧 阁下的攻击太过平复之血 在下不是指招数 而是指阁下的内景 月前我曾挨过空铜派弟子屡大致一场 他有七种截然不同的净力钻入我体内 那次真是把我折腾得够巧 算是这段时间里我挨过最重的一场 而阁下的内景却很黏 感觉像是在给我传授内力 燕中听罢长叹一声陷入沉默久久不已 燕家因为那次浩劫门亭凋零人丁稀少 家中诸多秘籍也是残破不堪缺字省业 纵使他如今遇到瓶颈也无人可指点秘境 片刻后这位燕家公子诚心请躁 还请尊驾不令指点在下一二 见对方这般云飞也有些于心不忍 家师曾言练法归练法 打法归打法 其中的差异就在于尽力的失忆 平时练功重在氧气存神 与人交手则要弯弓射箭 简单来说就是要把内景阻挡一下再释放出来 我这般空口白牙没什么效果 不如我给你演示一番 只见云飞走到一根木桩前微微一笑 就拿我平时练功的方法给你演示吧 严霸少年双木威闭气贯周身 随即一拳轰出直打的木屑纷纷 我这拳用了八成功力只留下一个浅堂 接下来我会用同样的功力再打一拳 只不过这次我会加上透定和缠丝定 严霸云飞马步蹲身拧腰转体 伴随着少年足下蹬地一拳递出 拳风击在木桩之上竟是声势皆无 壳下一瞬燕中却是不可置信的邓大双 几席过后他自残行贿地低下头去 面前之人的实力即使在内堂也含有剑道 恐怕只有堂主才能与之媲美 云飞剑壮则是出言鼓励 你的内功修为远胜于我 只要掌握了方法威力只会比之更大 后者闻言历时燃起希望 央求云飞再多指点一些 我们全打门的功夫不过是三流武功 何德何能谈什么指点 说到此处云飞不经心有气气 心中还是对剑于神功颇广不满 尊驾此言差语 在下以为武功并无高低之负 只有习武之人才有强弱之别 还请兄台莫要望自否 云飞听罢收敛思绪沉申开口 所谓内境外发 依在下看来并非简单地取鱼丹田发护手 倘若如此简单我辈也无需习练什么运气法 只要夜以继日地积攒魅力 灵笛之际一股脑地喷脱而出起不痛快 我再给你演示个简单的例子 你一看便明 少年只是个平平无奇的看门护脸 却让堂堂武学世家的少主虚心求教 少年也果真没让这位少主失望 先是展示了一手利透目装的蝉丝镜 又准备举一个更直白的例子为其简 只见云飞折下一小段树枝捏在手里 他伸出一根手指反复扒拉这件树枝 但他另一只手却不将树枝捏死 故而不论手指如何发力树枝都完好无所 云飞抬头看向燕中开口解释 这树枝就好比是敌人 况且对手会比他更加容易卸掉你的禁令 但我只要稍微改变一下发进的方式 即使是用稍小一些的力气也能伤 严霸他将食指微微弯曲并用拇指压住 下一秒只见他食指骤然弹出 那结束之力时被弹了个粉碎 面中见此情形一双瞳孔骤然缩紧 眼前这一幕让这位施加公子豁然开拉 云飞见对方幡然领悟心中一阵吐槽 你小子遇见我算是极大的 当初师父讲这个道理可是弹了我的脑 半晌过后云飞才继续开口讲述 内禁的释放也与此法大同相似 真气从丹田到四肢还要经过诸多经脉翘血 期间这个过程同样也是重中之重 此时的燕中早已没有了先前的凝望 这位燕家的长子满脸欣喜连声道歇 尊家的教导深入请出通俗意 几句话便让在下豁然开朗 牢丝动开 燕中早先也曾向诸多高手请教过这个问题 其中不乏有几位九父圣名的老田辈 可得到的答案大多是一些魔棱两可的说辞 什么天知道损有余而不足 事故虚胜时不足胜有余 听了他晕头转向 但实际上却无甚明用 唯有云飞今日的指点捅破了那层窗席 让他感觉自己现在强得可怕 念及此处燕中抱拳拱手在失业 尊家今日传道之恩在下日后定当后报 燕霸这位世家公子疯疯活活告辞离去 按他的说法是怕稍晚一些就会忘记 故而得抓紧时间回去修炼改革 待到宫城之日定会再度前来拜完 看着对方仓促的背影云飞不禁玩而人笑 这小胖子率真有礼道也是个有趣之人 少年打了个哈欠难难地 不会控制却拥有如冤似海的魅力 这天下之大当真是无器不饮 接下来的日子里云飞照常在大门站岗 时不时仍有蒙内舞者慕名前来给他一拳 云飞牢记队长的指示每次都是哈哈大笑 可最近几天安康却发现云飞突然不笑 起初他以为是同伴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 询问之下才得知 是云飞嫌弃最近的拳头都没什么力头 软绵绵的让他根本没有感觉 故而也不用大笑遮掩什么 安康闻言亦有所指小声提醒 你小子是你 这要是让蒙内舞者的军道会出大事 云飞听罢名的名字 他也明白对方的好意就是忍不住嘴巴 正在此时他瞥向前方突然脸色一脸 连忙招呼安康小心 后者顺着他的目光抬眼望去 只见一群人各持刀兵 正气势汹汹地朝大门逼近 你先稳住他 我这就去跟组长汇报 严霸他一路小跑将此事禀报给魏志诚 后者来到门口定睛一瞧也是脸色微扁 魏志诚不敢怠慢 迅速摇响阁楼上的警钟 红亮的钟声历时传遍整个武林盟 门内众人听闻钟声皆是不明所言 原本想要进武林盟的也都愁出不解 大门口的小商小贩更是如鸟受散 生怕稍晚一步就被殃及吃鱼 那群人来到大门之前驻足占领 为首的一名公子哥默然一笑 这些人倒也有几分眼色 魏志诚硬着头皮迎上前去询问来者何人 这位组长眉头紧皱心中咒骂 可恶 偏偏在我当时的时候遇见成长的 那伙人听罢当即发出一阵风响 为首的公子哥更是与带嘲讽 你们快看 这武林盟的探龙狗还挺会叫的 身后历史有狗腿子出言奉唱 三公子所言极是 这要是我们血王中的护卫 早就已经拿着刀冲上来了 闻听此言未知诚心中咯噔一声 血王中三公子名幻马小帅 其人在十里八乡横行霸道为非作胆 这位组长的目光微微硬 看来今日这个麻烦是躲不掉 玄机他强压不快 双手抱拳行了硬 不知马公子来武林盟是想拜访何人 后者听罢一声吃笑满脸不屑 你一个小小护卫也配问我爸妈 给本公子滚开 不曾想话音未落 云飞却是踏前一步倒在魏志诚身前 马小帅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你又是什么东西 少年见眉刀术依然不惧 武林盟护卫 我劝你莫要在此撒野 魏志诚感动之余也暗自埋怨云飞冲动 月凤三十两银子你玩什么命吗 果然只见马小帅听罢猖狂大笑 下一瞬他骤然前掠一拳轰在云飞下肆 不料少年毫发无伤竟是低声笑了起来 但随即他也不由地高看对方一眼 能一拳给他打出感觉的人已然多日未见 而马小帅则是看着自己的拳头一阵迷茫 面前之人硬挨他一拳不但浑然无视 甚至还在嘲笑他不讲武朵 云飞借机询问组长这些人适合来路 魏志诚低声提醒他不必强行出头 待会数位队自会赶来料理 此言一出云飞历史心中明目 若需动用数位队那就说明是敌非勇 此时一名血王踪的狗腿子还在极尽产命 三公子您还是太过仁慈 对这种不开眼的东西就该下喊手 马小帅对属下的鳄鱼冲而不认 他虽嚣张跋扈却不是愚昧无知 虽然方才那一拳他并未用出实陈功力 但对方能在谈笑间硬扛下来也绝非泛泛之为 念及此处他周身尽力陡然爆发沉身喝斗 这回你再接我一拳试试 不曾想回答他的却是云飞的有样学样 少年不带对方气惯周身再出第二拳 骂了句我接你大爷便纵身而知一群地处 马小帅被一拳捶中胸口立誓倒飞而去 云飞根深进步略至近前一把揪住对方田径 少年横眉立幕冷声喝了 年轻人不讲武了 来骗来偷袭 我劝你好自为之 严霸他单膀一晃狠狠将马小帅摔翻在底 后者两眼一黑当场晕死过去 一众血王宗属下见此情形勃然大怒 各持兵刃便要冲上来营救自家骨子 云飞冷眼扫去自有一股屁命之气 少年豁然起身折断手中长棍分尺两手 独自面对众多刀枪棍棒却是威然不惧 冲在最前的一名壮汉挥剑横扫而来 云飞左手提棍上辽崩开对方的剑矢 随即借力转身右手棍反轮对方头颅 壮汉哼都没哼普通一声栽倒在地 另一人手持关刀直奔云飞后脑劈下 云飞以真气护住左手棍抬臂格挡 刀棍相碰之下竟是发出金铁之声 少年踏前一步切近中门右棍抡出 后者必无可避止的以刀杆架出 却不料云飞这一棍竟有千军之力 压着刀杆撞在他身上振断其树根类 那人闷哼一声连退树 却又被身后冲上来的同伙阻断退了 下一秒云飞已然奔袭而至 一记贴山靠悍然撞在其胸口 汉子一声哀嚎到被扑出树掌杂落在地 云飞连措三人气势正盛 竟是手持双棍主动朝对方攻杀而去 但见少年双棍其挥好似虎鹿羊群 在众人间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 就在这时有一人绕至其身后一箭劈下 不曾想云飞被砍了一箭竟哈哈大笑起来 汉子被少年突然的大笑吓得呆愣当场 直至云飞冰冷的目光扫来他才心道不亮 下一瞬少年栖身而至 手中两根短棍左右开弓上下翻飞 汉子只感觉自己仿佛被万马反复踩踩 不过几戏过后便控制不住的口喷鲜血 片刻后伴随着汉子瘫倒在地生死不知 武林盟门口除了云飞已在无一人站着 魏志诚凑上前来询问云飞伤势如何 后者微微一笑表示并无大碍 赶来的数卫队也恰巧目睹云飞出手 此时一个个瞪大双眼满脸的不可思议 伴赏还是为首之人回过神来走之境前 表示接下来的善后事宜交给他们即可 言霸他吩咐手下将血王宗众人压往门内 就在他准备离去之际云飞突然将其叫主 这些人你们可以带走 但他们的兵刃得留给我们护卫队 中年男子听罢双眼威眠 那些人无非也就是跟血王宗谈判的筹码 但他们的兵刃可是转手就能迈进 男子当即把起脸来挥手拒绝 此乃我数卫队之子 你们护卫队无权干涉 云飞盯着对方的眼睛毫不退让 要么留下一半的兵刃 要么连你的武器也一并留下 男子闻言心头一颤 方才云飞的身手他也看在眼中 正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 况且他们数卫队也确实没做什么 一念至此他连忙打了个哈哈借颇下 表示就按云飞说的留下一半兵刃 少年将这些得来的兵刃马放整齐 这可是他心鬼活杀迎来的战利品 此时魏志诚询问他背后伤势如何 后者表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这位组长神情严肃表示 剑伤不比拳脚 无论如何都要检查一下云飞的伤势 可等他扒开衣衫细看 却是双目圆斗 这背上哪还有什么伤口可言 少年被敌人一剑劈在后背 可他非但不疼反了哈哈大笑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明明已经划破衣衫了 可事后检查却发现并没有伤口 魏志诚看把长输了一口气 直到是对方那一剑砍得并不深 故而没有伤到云飞的皮肉 一番修整过后 云飞将几把武器尽数变卖 随即他来到职房 将一小包银子送给队长 崔红万询问对方这是何意 云飞当即将事情经过如是独播 血王总来寻信之事我已执行 但这变卖兵刃的钱财里应归你随 无必给我 云飞表示他将所得银钱分为两份 一份由他当值的小组评分 这一份则是留给队长和其他兄弟 按理说云飞一人退敌 这些钱财尽数拿走也在情理之中 但崔红万没想到他还会想着众人 此间是了云飞行了一礼 便准备告辞离去 崔红万看着少年离去的背影频频点头 此子年纪轻轻便有这帮凶红 实属难度 云飞想的倒没有那么复杂 他之前在穷村就是十里八乡的孩子 从小就知道财巨人散财散人巨的道理 武林盟和穷村本质上并无区别 走着走着他呼的感觉到背后一阵麻痒 可伸手摸去确实没摸到任何伤口 视材那人一见披赖 他其实感受到了皮肉被划开 只是被真气归于丹田的舒爽掩盖了下去 一念至此他守护下恶陷入沉思 这种麻痒之感莫非是伤口自行愈何所致 难道是因为我修习的剑于神功 云飞越想越觉得这个解释颇为靠谱 他之前在锤炼体魄时也经常受伤 可恢复的速度也快得惊人 想来应该是这套功法暗含了某种保命手段 否则寻常人又怎能受得住那种修炼方法 却说执房内魏志诚满意地将钱袋揣好 他分了十两银子相当于小半个月的收入 其余分道前的护卫也都各个兴高采烈 纷纷看向刚走进来的云飞连声道歉 后者刺着大牙开心不如 心中窃喜自己找的这份差事着实不赖 众人闲聊了半天又轮到云飞小组当职 魏志诚当即带领两名属下再度来到门口 如今的云飞已经对护卫意志相当熟悉 不论是来交货的商贩还是运干水的小货 他只扫上一眼便能判断出个八九不离十 况且每日进出大部分都是熟悉的面孔 他只需要注意偶尔出现的生面孔即可 就在此时他突然睁大双眼看向不远处 只见一个身高足有九尺的壮汉正一面走 云飞下意识地在心中暗暗低运 这家伙要是来找事的那颗影响 安康同样注意到了那名壮汉 此时已是吓得汗流加倍 魏志诚一看之下也是惊得豁然起身 片刻之后带到壮汉行至大门口 其他路人设于壮汉的威势纷纷避之不及 魏志诚强压心中恐惧迎上前去拦住对方 敢问尊家为何要来五菱萌 老夫来此自然是勇士要办 闻听此言魏志诚的眉头紧紧皱起 对方这说的完全是废话 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又询问壮汉的文号 壮汉只扔下巨力剑三个字 看也不看这位组长拔腿便往萌内走去 魏志诚迅速在脑海中搜索了一番 却对巨力剑这三个字毫无印象 念及此处他心中一横沉声喝倒 且慢还请阁下拿出不毒腰排阵容身走 壮汉听罢转过身来脸色一尘 莫非你不认得老夫 魏志诚表示自己孤陋管 确实对巨力剑没什么印象 壮汉闻听此言不由的眼角一阵抽出 他强压怒火伸手抽出腰间大剑 伴随着一声轻银魏志诚如梦出息 只见宽阔的剑身至上一条墨龙栩栩如生 在阳光的照射下似要破剑而出凹响九天 壮汉冷哼一声继续开口 那你可认得老夫这把墨龙剑 不曾想话因为洛云飞确实挥拳而止 他根本没听见两人的对话 不看到壮汉对自家组长拔剑相向 他想也没想飞身上前就是一拳地处 魏志诚本想伸手阻拦 可他的身法哪里拦得住云飞 眼见云飞一拳打在壮汉胸口 这位组长力士如泥塑一般将在原地 原来甲族组长许云今早跟他嘱咐 说是武林盟费尽心力请来一位高手加入 此人名为梅灿荣 所用的兵刃乃是明冻江湖的墨龙剑 魏志诚早已将对方的名字记录在侧 却唯独忘了多问一嘴对方可有什么绰号 不曾想却闹出现在这么个天大的乌龙 却说梅灿荣亮强了几步稳住身形与带亚影 好小子千斤难买一声响 你这功夫已然登堂入室 云飞听到对方的称赞没有丝毫赌议 反倒是提起了十二分的小心 方才他那一拳打到壮汉胸口时 他能清晰地感知到对方身体在瞬间映如钢铁 显然是练有一身极强的横练功夫 可以算是他出世以来的第一位劲敌 一念至此他从袖口抽出一个绳套挂在指尖 对方手持利刃 他自己也总不能空手对敌 少年双手挂好绳套向下轻轻易转 袖口中一剑薄如蝉丝的灵甲跃染 灵甲随即将他双手包裹的严丝合红 此证是师父传给他的师门至宝如一甲 云飞踏前一步看向壮汉沉申开口 阁下若要硬闯 那就休怪林某得罪了 梅灿荣闻言不禁哑然失笑 其中既有对云飞的欣赏也有几分自嘲 书中暗表这位巨力剑纵横江湖几世在 前一阵因为厌倦漂泊才准备安定下来 武林盟得知这个消息后多次发出邀请 梅灿荣反复思虑后勉强答应加入进来 不曾想对方一个小小的门卫便有这般实力 这位巨力剑上下打量了云飞一番 倘若刚才对方不是赤手空拳 搞不好自己还真会阴沟里翻船 一念至此梅灿荣也来了兴致朗声开口 小家伙 你刚才可是打了我一拳 哪有挨了打就怎么到 言霸他请起手中大剑拉开架势 来吧 让老夫看看你有几分成分 云飞听霸将周身尽力运抵双臂 如意甲力士如有生命般缓缓的 锋利的鳞片将云飞外袍瞬间割裂 少年心疼了新衣服一瞬又猛然间攥紧拳头 云飞道了一声阁下小心 随即骤然前冲一拳轰出 梅灿荣将手中大剑一转顺势下批 眼看墨龙剑便要劈中云飞拳风 后者划拳围掌翻手拍在剑身之上 梅灿荣收了 竟是将石板批的四分五裂碎屑纷飞 云飞剑状不由的咧嘴一笑 少年趁机七身而上挥拳变倒 梅灿荣临危不乱立时收剑阁脑 前剑香蕉之下发出一声怦然巨响 下一秒这位聚力剑的童谷 骤然缩紧 对方这一拳竟是直接将他震退竖长 还不待他多想云飞再度奔略而去 少年双拳批出煞世间拳影冲突 梅灿荣指得挥舞墨龙剑边倒边退 他本想着借反正之力先与对方拉开身位 可云飞却是如影随形不给他半分机会 这位聚力剑心中不禁暗暗叫过 怎么这小子的身法也如此之快 他平生第一次觉得手中聚剑如此为准 就这样两人在大门前你追我敢吐起胡落 走了十几招过后梅灿荣把心一横 清月也怨不得他用力量欺负小辈 一念至此他抓住个空隙一剑点出 云飞正欲纵身跃起继续一路猛攻 起不了下一瞬那把大剑一点之胸炮 少年连忙双臂交叠护在身前堪堪拦住 巨大的精力还是将他震得到滑出去 云飞只感觉体内一阵气血翻映 一口鲜血不受控制地从嘴角一出 梅灿荣并未成胜追击而是面带笑容 小家伙到此为止吧 咱们还是把误会解释清楚 看着少年倔强的神情梅灿荣顿觉好笑 他本以为在五灵盟的日子定然无趣 可如今看来以后的生活倒也值得期待 不曾想此时云飞突然笑出声来 刚才是小子有些不自量力了 严霸少年周身尽力透体而出营绕不散 其内力之雄魂让梅灿荣的心头猛然一颤 他手持一笔墨龙剑行走江湖喊逢敌手 今日却被五灵盟的小小能为力压一笔 无奈下他只得凭借身后内力对战险飞 不曾想对方虽然被他震得口吐鲜血 下一秒却是尽力薄发俨然越战越强 云飞道了一声得罪 随即足下猛一蹬地身形暴力而去 下一秒少年顺身而至 其速度比之前更快三分 云飞一声轻贺挥拳直奔梅灿荣胸膛 后者早已收起轻视之心连忙侧身闭目 随即顺势一剑横扫而出斩向云飞腰间 可预料中的拳剑相撞并没有发生 梅灿荣的心中顿时咯噔一声暗闹 紧接着他便察觉到身后恶风不散 正是云飞绕之背后一拳朝他后心起来 梅灿荣想都没想当即用出一试药子钻田 肩不容发避开了云飞的凶悍一群 这位巨力剑在空中抱腿拳伸腰眼叫了 铁塔般的身躯竟是如陀螺般飞速旋转 下一瞬他舒展身躯整个人好似苍蝇扑土 借旋转之力和下坠之势一剑直刺而下 云飞没料到对方转手围攻只在一招之间 少年闪避不及仓促间只得再度驾避格挡 墨龙剑撞在如意底上 剑鸣之声烈石穿云 云飞双臂一阵重新拉开架时 他现在经脉内积攒的真气已被完全击乏 飞速归于丹田的畅快让他不禁哈哈大笑 梅灿荣却是有些张二横上摸不着头脑 莫飞自己用力太能给对方打审不成 还不待他回过神来云飞再度纵身前 少年身形快似奔雷朗身开口 阁下好手段 再来过 严霸他将周身尽力会抵双全 眨眼间已然略至梅灿荣身前不过一场 作者这才如梦方形 情急之下猛然间踏前一步挥剑撩出 煞石剑一道雄魂的剑刚击射而去 所过之处顿时碎石纷飞烟尘弥漫 奇壮静好似剑场莫为破剑而出 张牙舞爪仿佛要将云飞吞噬副中 云飞不闪不必赢得剑刚一拳悍然轰出 两股尽力促然相撞场中顿时刚风击头 云飞闷哼一声如断线风针断倒掠而去 少年道飞出去树杖之远才衰落在地 紧接着双眼一黑嘴角一血昏死过去 梅灿荣剑撞挨压一声快步跑上前来 眼见对方双目紧闭昏迷不醒 这位巨力剑也是有些慌了神 连忙伸手探查云飞的卖门 查验过对方的伤势他才稍稍放心 还好伤得不是很重 此时一直打酱油的位置成也凑了过来 询问云飞伤势如何 是老夫情急之下出手吃了分寸 惯性伤势不是很重 我先送他去医馆吧 不多时这位巨力剑将云飞送至医馆 待到郎中一番诊查后 梅灿荣出言询问 他还有多久仓醒了 郎中表示云飞的身体状况有些不快 虽然真气耗尽但其卖相却是红大有的 按理说不该昏迷不醒 梅灿荣闻言浓眉一条 真气耗尽不是该体虚卖腹吗 难不成是走火路魔 此子内力已然耗尽 应该不是真气错乱走火路魔 多半是体质与常人友谊 故而症状也有所不如 想来修养些时日也就好了 梅灿荣听罢轻轻汗手放下心来 他买被老夫失手不少 还望你能尽心医治 随后他又嘱咐郎中不必令西药材 一应费用全部由他承担 郎中知晓他的身份哪敢有半分五年 当即公声称是表示自己定当尽心吉利 却说郎中恭敬地将梅灿荣送出医馆 病房内只留下云飞一人安心静养 半晌破后少年突然眉头顶锁满脸痛 他虽无法醒来 但不知为何却一时清醒 此刻他清楚地感知到自己真气浩尽 可见于神功却不受控制地自发运转 一股澎湃的内力从齐精八脉奔涌而出 并被源源不断地搬入到他的丹田之中 不对 这内力不是来自十二正经 是师父当初传给我的功力 我不是已经都吸收完了吗 怎么还会有如此之痛 云飞只感觉自己的丹田仿佛要被称扎 可雄魂的内力还是源源不断被内入丹田 少年的齐精八脉如蚯蚓般蠕动争灵可 他的丹田也在这股内境的冲击下缓缓增大 这股内力在他丹田汇聚后又从官员血冲出 继而过会音学后直冲长强血涌进都脉之中 真气如大江东去事故可挡在都脉中一路而上 先过妖余学在冲命门学最后制达天灵百贵 云飞顿时只感觉自己头痛欲炸 但他无力应对只能咬牙忍受 片刻后那股真气终于冲破百贵透顶而出 云飞也是在此时猛然张口喷出一道血点 可随即那股血脉沸腾之感便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则是浑身上下畅快无比 可还不待他享受这片刻安宁 体内的齐精八脉再度躁动起来 竟是开始重复刚才的过程一碰无二 长话短说转眼间已经过了两个时辰 云飞虽然不能动弹却是被折腾回 自打那股内境冲开了他的任督二脉 目前已经运行了整整十二个大周天 虽然透过百贵学冲出体外的真气不少 但归于丹田的内力还是仗得他享福隆起 忽然他只感觉自己的下丹田猛然一阵 云飞惊惧之下竟是睁开了眼睛 糟糕 莫飞下丹田真的被冲爆了不成 可随即他便感觉到一股暖流在缓缓上 直到自己弹中学的位置开始长阳徘徊 难道这就是师父曾提过的中丹田吗 半晌过后云飞强撑着睁开眼睛 恍惚间他竟分不清刚才是现实还是梦境 少年只感觉自己疲累不堪再度昏睡过去 一转眼已是明月包悬繁星点点 病房内云飞终于悠然转醒 少年扫视四周想确认自己身在何处 看到墙角的药柜才确认多半是在衣帮之中 云飞挣扎着爬起身来忍不住发出一声痛苦 可随即他便发现自己浑身被冷汗尽头 此时一位少女听见动静走了进来 见云飞醒来少女显得颇为惊喜 你终于醒了 云飞呆呆地看着面前的少女一阵迷茫 随即连忙扯了扯被子带得严实一些 少女没察觉到对方脸上的一门尴尬 表示早已为云飞准备了白粥这就断来 不多时云飞捧着一碗青粥满脸无奈 自己大病出狱也不说给准备点英才 可下一秒她的一双瞳孔猛然收索 只见手中的铜勺竟是被她捏得粉碎 云飞的脸色微微一变 自己明明没用什么力气 无奈之下她只好端起粥碗打扮直接用碗盒 不曾想此碗在她手中也是狂然诈意 看着托盘上的碎片少年不禁一阵迷茫 弄不清眼前到底是什么情况 虎丝无果后云飞翻身下床 少年走向门口只感觉自己身轻如燕 他伸手便朝门环拉去准备离开此地 不曾想升铁打到的门环也是一碰击碎 云飞见状不由的满脸骇人 莫飞这家医馆想要借此讹诈自己 可随即他检查自身突然发现了异常 自己竟然有了两个丹田 而且内力也增长了足足一倍 少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呆若目击 莫飞先前的经历不是梦境而是真的 暗下心头震惊云飞又仔细感知了一番 他赫然发现不只是内力增加到了一甲子 自身的气力也增长了颇多 微微用力之下小臂上力士轻轻爆起 欣喜之余他不禁一声长叹 看来以后需要控制一下力量 否则自己剔个牙起不是要把牙齿崩飞 就在云飞感慨自己脱胎换骨的变化时 狼中听到病房内的一响推门走了进来 剑满乌狼及他当即询问发生了行事 云飞担诈地挠了挠头表示自己不造价赔偿 并称自己已然痊愈想要告辞离去 狼中听罢让云飞伸手过来准备复查一番 他伸出二指轻轻搭载少年脉门细细感知 玄机他瞳孔矩症满脸骇然难难低语 怎么会这样 少年重伤之下被人送进医馆 不曾想却因祸得福打通任多二脉 不料少年功力大增却不自知 醒来后随手便可开杯劣势 狼中惊诧不以为气把脉覆诊 可这一看之下狼中也是心头俱诊 以他之前的推断云飞至少要休养一血 可如今不过半日对方竟已恢复如常 狼中松开云飞的手腕一时间久久不语 眼前的少年有些颠覆他学过的义礼 足足过了半赏狼中才压下心底的震惊 表示屋内的东西无需云飞赔偿 先前送他来的人留下的银钱足以负担 云飞闻言不禁喜出望外 不必破财对他一个小小门卫来讲自然开心 少年当即抱拳拱手 身失意 多谢先生救治 在下先行告辞 望着对方离去的背影郎中喃喃自 莫非我一开始就诊错了卖不成 却说云飞一路赶回护卫之房 一众兄弟围着他关切不以问东问西 有人询问他伤势恢复的如何 也有人尊尊告诫他以后千万莫要冲动 感受着兄弟们发自肺腑的热心关怀 少年心底自有一股暖意在缓缓流淌 此时未至成招呼一声 表示又该他们小组轮党了 三人当即来到武林盟大门处开始职业 半晌过后 安康开始哈欠联天哀声叹气 云飞询问同伴何故如此 后者表示他总感觉夜班的时间更难熬 少年听到微微一笑直言 自己也身有同胆 安康嘴角泛起一丝坏笑打开了话匣子 表示这种时候聊聊女人在何时不过 随即他询问云飞是否有过女人 后者神情尴尬表示从没有过 安康文言历史打趣起来 云飞表现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直言自己也不知为何会如此 实则他又在心底暗暗吐槽起师父 都怪师父当初把我骗到山上 练了那么多年的三流武功 连个女人的影子都看不到 可以想起师父他又忍不住嘴角翘起 当年遇见那个老头子的情形还历历在目 彼时的云飞只有十五六岁还是个孩子 整日跟十里八寸的地痞无赖打架斗 虽然他身材瘦弱担架不住他胆下死守 故而哪怕是那些成年地痞也占不到什么平 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识血 有一日云飞就险些被人打死 恰巧被路过的师父看到将他救了下来 回想起往是云飞心中不禁一阵怅然 其实他拜师学艺也并非是为了吃得好过得好 仅仅是被那一日师父出手的样子迷住了而已 云飞舔了舔发干的嘴唇一带吸血 我在山上学艺待了整整四年 哪见过什么女人 见到只母猪都感觉长得眉清目秀 安康文言被逗得哈哈大笑 那你岂不是到现在连女人的手都没碰 说到此处他对云飞几名弄言 现在也赚到钱了 等休目之日哥哥带你去找找见识 就在安康大吹特吹之际云飞小声提醒 先别想着女人了 好像有敌人 安康听罢历时回过神来满脸紧张 他连忙扫尸四周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此时云飞突然一声爆喝出言提醒 组长快发预警 有敌来犯 同样昏昏欲睡的位置成猛然惊醒 这位组长不假思索拉动了警戒绳索 随着他拉动机关两道流光冲天而起 两团绚烂的烟花在武林盟上空烹然炸响 下一秒只见数十把飞刀击射而来 安康响也没想扑通一声原地握刀 魏志诚也是动作迅速趴到木桌下面 云飞身子微微一侧轻松避过众多暗器 随即他故技重施将长棍折成两段严阵以待 只见月夜下一群黑衣人动作迅捷冲杀而来 云飞一眼扫去粗略估计对方竟有四十人上响 魏志诚已经趁此间隙爬起身来打开大门 安康连忙招呼云飞赶紧进来 此时第二波暗器如非黄斑呼啸而止 云飞没想到这两人还有这种骚操作 当下毫不犹豫转身也跟着跑了进来 暗器追着他的屁股飞射而止 魏志诚连忙双绑较力关闭大门 拦下暗器的同时也将贼人挡在门外 不从想树袭过后贼人们竟是翻墙而过 仗鱼高的围墙在他们面前形同虚舍 云飞见此情形嘴角一匹 看来一场恶战在所难拟 魏志诚心中也是暗暗叫苦 怎么一轮到自己当职就这么多麻烦 安康更是面色凝重冷汗直流 他就是纯打酱油的哪里见过这般阵众 云飞触遍不惊 沉声提醒他去通知萌内其他五指之缘 后者这才如梦方形转身便往内院跑去 一名贼人怒吓一声哪里走 随即纵身前冲一剑刺向安康后终 就不料一道身影邪掠而止 一棍扫在剑身将其拦下 少年微微一笑脸上没有半分句色 想过去先过了我这关再说 黑衣人不禁微微一惊 他没想到对方一个小小门卫竟有如此身手 他入斥了一句不知死活的东西 玄机挺剑朝云飞胸口直刺而来 后者矮身前蹲躲过对方横拉一点 黑衣人见少年切近身前脸色一边 下一瞬云飞双棍交错 两根短棍分析黑衣人上下双盘 后者一声残骂被掀翻树杖摔落在底 此时身后又有两名贼人欺身而止 云飞身形晃动又与两人站着一处 谁走出五招少年又棍扫中一人后腿 左手短棍随即又砸中另一人锁骨 两名贼人一声痛呼历势跌倒在底 还不待他稍缓口气又有一人掠置近前 少年冷眼扫去心中暗暗思量 这些人攻防之间进退有步绝非乌合之重 还不待他多想那名贼人已让挥剑攻来 下时间剑影翻飞笼罩云飞周身上下 少年仓促之间双棍起舞打了个密度透风 但此人用剑飞是先前血亡中那些杂语品 转眼间竟是将云飞的两根木棍削成竖短 云飞且战且退甩手将最后一节木棍飞出 黑衣人挥剑荡开颈椎的脚步也微微移植 少年趁此机会戴好纸套双臂轻倾一振 师门至宝如一甲撕裂袖袍然掌风 云飞驻足站定微微一笑拉开架势 澎湃的敬力被其运抵拳风煞时间争气激荡 见此一撞黑衣人敬意之下询问那是何物 云飞一声道贺身形骤然前掠掠派似闪电 要你命的东西 话音未落少年的钢猛一拳疏忽而止 就在云飞以为自己可以力退群 只有两分后的城门竟是怦然炸裂 赫然是又有一波贼人破门 魏志诚早已被眼前的阵仗吓得瑟瑟发抖 他还颇有自知之明没凑上去给云飞添乱 只是在一旁看着云飞独占群贼默默祈祷 却说云飞单臂一晃崩开三把长剑 在尽力的冲击下他又开始哈哈大笑 一名黑衣人被少年笑得有些心底发毛 怒斥一声疯子提剑直奔云飞耿嗓咽嗤 后者在群贼的围攻之下笑容逐渐变态 这种锤炼之法可比他跳崖撞术要快上太多 云飞感受着丹田中真气的巨龙喜不自胜 此刻门卫这个岗位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漠然间少年放声狂笑转手围攻一拳轰出 包裹着如意甲的右拳似有开山之威骤然而体 一名贼人固知轻重还望图用手臂格挡 起不料刚一接触就被砸了个骨断金蛇 少年的刚猛一拳毫无阻止轰在其胸口 贼人历势如遭重锤惨叫一声道飞而去 随即如死狗一般扑通一声摔落在地 而正在此时一道如鬼魅般的身影悄然起来 少年身负决意以寡敌众不落下风 一双铁拳随手砸去便能让人鼓断精神 但正所谓豪虎架不住群狼 双拳难敌四手 倒是怕伸手了得也难放贼人背后偷袭 长剑如毒蛇吐性瞬间刺入他累下一回 云飞挥拳将长剑崩飞随即转身后掠 黑衣人如复古之躯跟身进步挥剑斜 少年左臂一晃平静如意甲荡开利剑 云飞稳住身形控制不住的笑出声道 没等他笑完又有三名贼人连眉耳之 这四名贼人的伸手远胜先前那些杂鱼 在四人的围攻之下云飞顿势慌手忙脚 更让他难受的是四人的攻击如疾风咒语 以致内力汇聚的速度远超他使用的极限 半赏过后少年再也笑不出来了 此时他只感觉心脏如敲重骨血气泛 泪下的剑伤也开始隐隐作痛 四名高手久攻不下也是心交火调 他们的计划本是一举冲杀进去 不曾想一个小小轮位竟如此难缠 正在此时一道粗犷的嗓音冷声喝道 云飞见状瞬间心中明雾 此人定是这伙贼人的头目 他之前常年混迹街头与地痞群殴 自然晓得打人先打卵 擒贼先擒王 一念至此少年骤然间身形暴起 竟是主动朝着壮汉头目奔系而去 头目道了一声好胆随即挥剑指刺而出 云飞不闪不避迎着剑锋一拳汗人风筹 一拳一箭轰然相撞 金铁之声炸响夜空 云飞一声闷哼身形道略而去 贼手也是如遭重锤连推树掌 带到其稳住身形不由的目入骇人 方才那一剑他已施展权力只求一招闭 不料对面一个小小门威内力竟如此深厚 此时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有远极近 正是安康带领着一队舞者前而支援 位置成剑状不由的长书一口气 心中暗暗吐槽这群人现在才来 贼手看向云飞杀意更甚森然开口 就是你小子害得我们功亏一筷 今日我必杀你 严霸他一阵手中长剑发出枪枪剑鸣 四名属下文言也拒拢过来 显然是准备不讲武德一起勿攻 云飞毫无聚色小博意外开启嘴炮模式 就凭你们这些地痞无赖也想杀我 听见对方叫自己地痞 贼手的瞳孔骤然缩紧 他闯荡江湖多年何曾受过这般羞辱 见对方念路不愤云飞继续拖延时间 真正的舞者谁会藏头鹿尾半夜偷袭 只有我们村那些踹寡妇们的地痞无赖才会如此行事 几人被喷得呆愣当场一时间有些头脑恍恶 云飞火力全开拿出村头泼住骂街的本事 堂堂七尺男儿语人比斗还拿兵器撞来 我都替你们赶到丢人 一名贼人看向手中的长剑有些大脑短路 不是 你小子那双手套不也是兵器吗 喷了片刻云飞面露狠刺咬牙切齿 我倒要看看咱们几个谁先死 连霸他气惯周身拳风至上顿时尽力吞 贼手见此情形心中欲发鼓励 此子绝不可能是个普普通通的门位 今夜的任务显然已经失败 但倘若能宰了这个小子也算有所收获 就在他准备动手之时突然耳门移动 顺着声音望去只见又有一伙人飞速破解 正是武林盟的数位对闻讯感知 贼手躲过一枚暗器瞪向云飞面带不干 今日算你小子运脚 暂且留你一条小脸 云飞也听见了脚步声试图再度拖住对方 你瞅什么瞅 用得着你跟我在这客气 有本事你今天就把我这条命拿走 贼手冷哼一声不再大话 足间猛一蹬地纵身掠去 其余贼人剑状也不再纠缠 纷纷腾身跃出院墙 云飞长舒了一口气 弯腰拾起对方遗落的一把长剑 少年暗暗抱怨对方乱扔垃圾不减功德 旋即甩手将长剑定入墙边的一棵大树 数位队刚赶到便看见贼人翻墙离开的一幕 众人连忙反身朝大门跑去 嘴里还呼喊着让对方站走 云飞剑撞嘴角微微一瓶心中吐槽 装模作样 人家能站住就见过 这时他突然感觉到泪下一阵刺痛 少年不由的低头望去 只见那处剑伤虽然还在缓缓甚险 可伤口俨然已经愈合了十至七八 云飞不由的心头一阵面带压力 刚刚那人偷袭的一剑至少刺进一寸之多 结合前些天被人一剑踢在后背的底部 莫飞自己修炼的剑鱼神功真有此等奇效 还不待他想通其中的关联 又有一伙人来之近前 为首的一位黄袍中年男子沉生询问 你可知这伙贼人是何底细 云飞听到这个愚蠢的问题嘴角抽搐 人家蒙面前来他又如何知晓对方身份 但他见此人气宇轩昂多半是担任高职 还是从树上抽出那把长剑递了过去 直言对方除了一落此物什么都没留下 男子接过长剑仔细端详 他发现此剑并非升铁打造而是金刚锐炼 虽非绝世神兵但也胜过寻常刀剑太多 云飞又开口补充了一些细节 表示这伙贼人中有五人的身手颇为高强 他独自应对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黄袍男子依旧审视着长剑 心中对云飞的讲述不以为意 连个门卫都对付不了 武功再强又能强到哪里去 片刻后他脑中突然灵光一闪猜出端木 在大陵县有胆量夜袭五玲龙的势力寥寥无几 而这把剑又锻造金梁绝非寻常无准人 再结合前几日血王宗三公子寻心被擒 今夜贼人的身份已然呼之欲出 一念至此他看向云飞沉生开口 这伙贼人极有可能是血王宗的血死剑 叶袭五玲龙大抵就是为了救走他们的三宫 说到此处男子眉头紧锁陷入沉思 明日就是五玲龙和血王宗谈判的日子 此剑可当作证据索取更多的利益 半赏过后他收敛思绪看向云飞 你就是那个叫奈奏王的门人 后者脸色一垮表示自己没听说过 那我换个问法 擒住血王宗三公子的人是你吗 不才正是在下 我乃那堂青龙坛坛主曾玉手 不妨与你明说 这血死剑乃是血王宗的精锐好手 你们护卫队多半不是对手 此地便先由我们青龙坛震手 去把你们崔队长喊来我与他言说 云飞闻言面色凝重功声伶俐 可还不带他前去通知 崔弘万已然快不敢来 曾玉手又将刚才那方话交代一遍 崔弘万自然不敢反驳连连称事 按下青龙坛的舞者如何善后暂起路 咱们单说云飞等人一路返回职坊 众人纷纷询问少年伤势如何 云飞表示已经途过金创药并无大碍 酱油一号安康对他连声道谢 表示若飞云飞出手自己早已命丧皇权 酱油二号位置成也是满脸感激 直言若飞云飞在场自己也已魂归度 说着还要再检查一番对方的伤口 只不过揭开崩盖发现伤口早已痊愈 云飞对众人的关切倒是心怀感 只是对门卫这份工作有一些许动摇 当初许熙说这份工作没什么危险可言 但这阵子的经历让他感觉对方纯属胡扯 半晌过后他咬紧牙关心骨发痕 我年纪轻轻一遇危险便谋求退 日后怎看攀登五道顶峰 况且与刚坐部位时相比我的武功已经近了许多 面对那四个高手的围攻也能勉强运 想到此处云飞缓缓闭上双眼 他现在遇到的问题跟料中极为相想 同样都是身怀一甲子内力却不得其用 师父留给我的功力还不曾荣为一体 待到将他们尽数吸收化为己 想来今夜那些非裔人也不足为主 解开心结云飞不禁豁然开朗 目前为止除了耐奏王这个绰号不太好听 在武林盟的生活还是颇为惬意 再者这段时日他跟众人相处融洽 倘若就此离去心中总归有些不舍 少年微微一笑心中下定决心 男子和大丈夫自当一起威胁 当天夜里护卫队迎来了一位贵客 此人正是武林盟大陵线分盟的盟主 盟主对护卫队近期的表现做出高度评价 赞赏他们勇于出手能打胜仗而优良作风 并代表大陵线分盟 给予护卫队重金奖励 摧鸿万公斤的结果前谈 直言守护武林盟的安全乃是职责所在 全队上下顶当紧心竭力站好每一半高 期间盟主重点慰问地表现突出的林云飞 并称他那个耐左王的绰号自己也有所耳闻 透着低眉垂手感谢盟主的高度关注 并表示会不畏困难守护武林盟的大门 盟主文言满意地点了点 询问云飞有何要求可以尽管提出 云飞神情一速沉申开口 属下别无他求 只求盟主能赐下几套护身甲给弟兄 盟主听到微微错愕 你是指数卫队穿的那种轻甲吗 不错 虽然我们护卫队的职责是巡查和运甲 但关键时刻护身甲或许能保住兄弟们的性命 盟主当场拍板直言会拨给护卫队八套护身甲 云飞再度攻身势力表示感谢 最后盟主又给了他们一群假期好好休整 在此期间大门的安全先交由内堂副座 众多护卫队成员免不了又是一番感激 却说第二日众人羞慕相约在院中小聚 云飞摆弄着一对星座的短棍频频点头 卫志诚抿了一口酒水无奈一笑 这个属下怎么就偏偏对短棍情有独钟 安康也甚是好奇不由地出言询问 云飞表示自己当年混迹街头 只有短棍用着最为顺手 小时候跟地痞动手基本上都是用拳脚 如果遇上不讲武德动刀子 我也只好用短棍防身 卫志诚听罢历史出言调侃 怪不得有时候你的眼神那么雄狠 原来是有过这种经历 云飞表示自己乃是良善出身 跟地痞动手大多是替别人打包的 安康表示这一点他绝对相信 从昨夜就能看出云飞肯为朋友两肋插刀 其他护卫也纷纷表示同意 云飞讨要护身甲的时候他们也获为感 被兄弟们如此夸赞云飞顿时害羞起来 此时队长崔红万端起酒丸 来兄弟们今日不醉不归 众人轰然应诺一时间院中欢声不断 酒过三巡之际一道柔媚的嗓音突然传来 他样子大家喝得都很尽兴吗 众人顺着声音的方向转头望去 只见一位青山女子连部轻易来致近前 带到看清女子衣衫上的火红纹饰 位置成眉头微皱心中低语 是那堂朱雀坛的人 少年身负决意却甘心做个小小名位 且任职以来每天还会被人无故殴打 而他不但毫无怨言甚至对此甘之如意 只因其席恋的功法甚是特殊 越是挨打功力增长的也就越快 少年凭借此法 在短短半年内便增加了一甲子的内力 适逢萧小夜半来袭少年一人独退群贼 事后不但引得分盟盟主对其大家赞赏 如今更是有那堂朱雀坛的美人慕龙巡来 带到看清来人衣衫上的朱雀文士 队长崔红万也是暗暗心惊 内外两堂的身份本就相差破多 护卫队在外堂更是最底层的存在 这朱雀坛的舞者为何会主动前来 青山女子对众人诧异的表情视而不见 静止来到云飞对面柔声询问 敢问这位小哥可是凌云飞护卫 见对方点头承认女子又继续开口 不知可否有幸请凌护卫共饮一杯 说到此处女子还特意补充一句 此地简陋我们另寻一处可好 其余众人闻听此言顿时酒醒了大半 云飞正正地望着对方一时间不知所谓 女子见状微微一笑语带戏谑 怎么凌护卫还担心我吃了你不成 其余同伴早已恨气不争对他几没弄 且不说此女乃是内堂舞者身份不索 但说这身段相貌也都是上上之血 云飞被同伴挤兑得颇为害羞 只得站起身来表示恭敬不如从命 两人一前一后朝院外走去 徒留下一众护卫艳羡不已 不多时女子将云飞领至一处偏僻怨落 两人对面而立轻衣女子率先亮明身份 在下李沐云师出离花公 如今隶属内堂珠雀谈 林某的身份李姑娘已然知晓 在下师承拳打门乃是个不入流的小名牌 玄机他询问对方为何带自己来此 后者直言其实是自己有事相求 蒙内传闻林护卫以挨打为乐不知可有此事 云飞听拜一脸无奈表示纯属谣传 在下并无此等癖好只是有不得一百多 李沐云闻言咧嘴一笑 表示各种细节他也不多问 今日来找云飞就是单纯的想打几拳 后者略意思量终究还是点头同意 话音刚落李沐云身形前略挥拳而上 下一秒小拳拳直接锤在云飞胸口 这位梨花公高途左右开弓粉全屏出 一时间打得云飞站立不稳节节后躲 伴随着经脉内的真气汇聚单体 云飞又控制不住地笑出声来 李沐云见此情形银牙紧咬 看来传言也未必是假 言霸他再度纵身前略一群走出 院落李少年的笑声一时间久久不断 简短结说两个时辰后云飞回到护卫队 少年呲牙咧嘴地躺在床上心中埋怨 我就是想着能长点功力 这女人还真是一点都不客气 安康和魏志诚看到他这副样子历史名义 看来对方教的不是桃花运而是桃花节 云飞一声哀叹语调凄凉 问那女人为何如此凶残 云飞欺然地闭上双眼表示他也直之不详 只是听了个大概好像是受了什么委屈 此时此刻少年心中倒是没有多大怨气 反倒是对师父的敬意如滔滔江水连绵不断 他这才挨了两个时辰就痛不欲生 遥想师父当年不知挨了多少顿打 魏志诚见云飞如此凄凉不经出言安慰 表示护卫队已经八年没来供女人 云飞能跟对方不出两个时辰也算幸运 后者半死不活惨然开口 那这种好事下次让给你们俩可好 两人文言面色疑速表示大可不必 云飞愧然一探不再与二人斗死 他心中盈盈感觉今天只是个开始 火不其然在此之后李沐云频频登门 起初这位姑娘还会在拳中掺杂内景 云飞在挨打的同事功力也会跟着增长 但到后来这位内堂高手就是单纯的使用蛮力 以致云飞的功力增长缓慢反倒是筋骨欲发强健 这一日云飞又被李沐云抱打一顿跌坐在底 眼见少年浑然无视甚至还倾笑出声 李沐云不禁秀眉微醋嘖嘖撑起 难道你真有那种癖好不成 云飞懒得回答这个问题心中暗骂 若飞是为了修炼剑鱼神龙 我早就把你车灯都打歪了 见对方沉默不语 李沐云道了生辛苦便要转身离去 不曾想此时云飞却突然开口叫住了他 这位内堂高手性眼斜撇语带压语 怎么莫飞挨打还没挨够 李姑娘 怎么说林某也足足挨了你半个月了吧 你总该告诉在下到底是受了什么委屈 后者闻言交哼一声表示告诉他也无妨 原因就是他的上官因为他是女子之身 故而瞧他不起处处刁难 云飞眯着眼睛打量了对方片刻 他万没想到那堂还不如故为对分为荣诺 我之前每次生气都是挥剑砍树 结果又因此被上官责骂 直到我听说了你的存在 说到此处他看向云飞情真意气 林护卫 幸好有你 听完前因后果云飞不禁恨的咬牙切齿 一手动人的旋律在少年心底悠然响起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的刺激 谈话短说 护卫队早已恢复了日常工作 这一日又是云飞小组龙岗之首 此时一辆马车自打接到镜头飞驰而来 云飞远远看见不游的微微一震 他记得萌内并未通知今日有马车到往 安康也点头附和表示对方所记不错 一念至此云飞连忙迎上前去蓝亭马车 驾车男子直言自己来自武林盟四川省 今日前来乃是有钥匙通知大林县分盟 按照惯例 对方理应报出乘车之人的身份和门牌 但此人却是只字未提指表明到访目里 云飞见状神情一速沉申开口 实则所在 还请告知马车之内所作何人 驾车之人递出一块腰牌 表示车内之人乃是猛虎刀棚茂艳大侠 还有号称五莲花的彭一雪姑娘 二人皆是出自河北鹏家道 云飞接过后仔细查验 确认属实是河北鹏家的腰牌 他将腰牌递还给男子道了一声稍等 随即快步跑去推开公马车驶入的中门 带到对方去车直入 云飞双臂较力再度将大门缓缓关上 少年回到岗位心中还在暗暗思量 四川省盟的人到大陵县不知所为何事 还未想通此中关节云飞突然神色语言 只见一名女子正连不轻易朝他走 对方衣衫上赫然也带着朱雀文士 女子身心款动来至近前 开口便问他可是名叫林云飞 少年心底顿时涌起一股不祥的欲 但还是点头称是询问对方有何见交 女子表示他名叫薛慈乃是剑阁出身 今日前来只为能跟云飞独处骗 云飞表示自己仍在当之不可善离之手 女子丢下一句他慧敬后随即转身走向一旁 眼见女子真的守在墙根静静后着 安康一脸坏笑看向云飞低声感慨 魏志诚虽未出言调侃却也是神态暧昧 云飞暗骂两人见到女人就迈不动不 他偷眼瞥去心中不祥之感愈发强烈 这姑娘该不会是跟李沐云一样 专门来找我撒气的吧 事实证明云飞果然有算命先生的前置 薛慈来找他的目的跟李沐云如出一辙 只不过薛慈的理由显然更加离物 这位剑阁高族并非是受了什么委屈 只是心情不畅想要单纯地发泄一下 他从李沐云那得知云飞酷爱被打 且打得越狠对方就会笑得越开心 因此他今日才特地怒鸣前来 这一套说辞下来直接给云飞听赏 他万没想到谣言会这样越传越运 见对方神情有意薛慈还柔声宽慰 劝说云飞不必太过有羞耻之感 云飞圣贤谁还没有点特殊癖好 看着对方满怀期待地注视着自己 云飞沉默两久不知该如何应答 半赏过后他任命地闭上双眼轻声开口 动手吧 薛慈闻言喜笑言开得到了声线 随即直接挥拳而上 直一拳便打得少年妥妥鲜血眼冒惊心 云飞没想到对方的拳头竟然如此当猛 还没等他缓过近来只感觉胯下如遭重准 赫然是薛慈触发连招又用出一式聊阴角 少年交呼一声疼得他一佛出示二佛升天 随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心中咒骂 这地方我也没练过